你現在畫面上看到 這是一個特別定製的焚化爐 它的高170公分 寬170公分 它的深度達到了240公分 換句話說 一個成年人 他彎著腰 是可以這樣子走進去這一座焚化爐的 通常這麼巨大的焚化爐 它都有專業的用途 它怎麼會出現在一般人家的院子裡頭呢 這個問題一直到今天 都還沒有辦法有一個合理的解釋 它是一個完全無法解開的謎團 而這個事件發生的時間就在 2001年的9月5號 地點就在彰化20這一處 佔地三千坪的豪宅別墅 豪宅的主人叫做洪若潭 它是一個生活規律 個性拘謹 凡事要求盡善盡美 完美人格的一個大老闆 但是這一天他不知道什麼原因 突然之間他沒進辦公室 電話也聯絡不上人 這一點相當不尋常 而要命的是 當天公司有一張支票就快跳票了 必須他本人親自處理 於是公司的總經理呢 就特地跑來家裡走看看 發現大門是反鎖的 卻按了門鈴也沒有任何的反應 最後他們只好翻牆進來 但奇怪的是 平常負責開門的狼狗 不但沒有出聲 甚至連影子都沒看到 整棟大宅院裡頭安靜的有點詭異 直到他們進了屋子 還是找不到洪若潭 但是卻發現了洪若潭 留給妹妹的這封遺書 在裡頭提到了 當你看到這封信的時候 就表示洪若潭夫婦 已經帶著三個孩子 離開了這個醜陋的世界了 警方接獲報案之後 立刻趕到了現場 在一時之間 他沒有辦法確定 這個遺書內容的真假 而重點是 要先把人給找到 但是找遍了洪家的裡裡外外 一無所獲 在現場也沒有發現 任何的打鬥痕跡 完全不像是發生過命案的地方 直到有人注意到了 在這院子裡頭 怎麼會有這一座 看起來非常突兀的焚化炉呢 在外觀上面看到了 有燒焯之後 留下的熏黑痕跡 再靠近一看 你甚至可以感受到 所謂殘留的餘溫 而在這扇門背後一打開 檢警人員他們看到了什麼呢 彰化二齡這處莊園 從前庭到別墅 再到後院 佔地多達三千多坪 田園寬廣 綠草如荫 主人特地從國外找來 巨石搭配松柏 耗資千萬裝置 別墅主體建築 紅瓦白牆 氣派華麗 後院則有特地從南洋運回的 高大椰子林 從建築風格到高檔建材 讓人感受到大宅院的雄伟氣派 然而豪宅主人很低調 莊園四周氣氣高強 隔絕外界很少跟鄰居往來 跟鄰居比較沒有往來 他們心目中就是生意生意嘛 沒有時間跟人家打架到 這處神秘大宅院 卻在2001年9月5號這一天 成了全國關注焦點 OK 好 不好意思 警方在豪宅內忙進忙出 承辦的惡林分局刑事組長迴響 那一天本來只是一個 再平常不過的例行開會日 案發當天惡林分局在舉行聯合請假 召集所有的員警在開會 當時因為有民眾打110進來 因為我剛好坐在分局長旁邊 他說分局長那個中西嶺那邊 死了五個人 那當然我們一聽到這個就嚴重了 他的公司的經理 有發現這些遺書之類 裡面有談到那個三個小孩子 都被他處理掉 一到現場 映入眼簾的景象 令警方印象深刻 前面還有一些盆栽 還有很特殊的造型的石頭 可以感覺到這個是一個 算是豪宅 能擁有占地如此寬廣的豪宅 想必主人財力狀況不錯 初步了解男主人洪洛潭 是中原公司負責人 他的太太姚寶月 是第二任妻子 前妻十多年前車禍往生 洪洛潭三個孩子 是跟前妻所生下的 老大洪蟲府 是中原大學物理研究所興生 老二洪蟲人 在爸爸的公司工作 女兒就讀台南致遠管理學院 又教科 怎麼會通報說死了五個人 難道是一家人遭歹徒殺害嗎 總經理和洪若潭的孤障 洪洛潭進到庭院後 安靜無聲 連狗的吠叫聲都沒聽到 下午三點多 樹影在午後陽光下搖晃 但怎麼叫喊 都沒看到洪若潭身影 他就是因為那支票的關機 為了找洪若潭先生 所以他那個 然後進一步進去屋內 才發現那份秘書 發現秘書的地點 分別是在客廳查機 神明廳的桌上 還有主臥室房間內 三封遺書都是影本 內容一模一樣 都是留給洪若潭的妹妹 一開始就說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我們家的特別多 而且每件都會要人命 我和女大嫂上親認識結婚前 我承諾只要婚後不要有小孩 給他一個美滿的家庭生活 為了讓我相信無後悔之憂 剛結完婚就去結紮 沒想到 沒受到我們父母 及兄弟姐妹的感動 更可惡的是 雙親為了一點私利 離間我們夫妻和孩子間感情 令人無法生存下去 他也談到說對目前的一個政黨 好像亂象有點不滿 信中更提到 看到台灣那些政客 為本身其政黨利益 造成百姓沒有希望 這也是我看破的原因之一 當你看到此信 除了夫妻倆已經帶著孩子 離開這醜陋的世界 三個孩子已經照他們生前願望 將骨灰磨成粉撒向大海 當事人他是不是自願 或者是被脅迫的 因為對照他的遺書 那我們一定要去找 那三個小孩子到底在哪邊 這封信的內容讓警方詫異 從下午三點多 持續在宅院內來回穿梭 找尋紅家人下落 但一直到傍晚天色漸暗 仍然騙巡不著 不過後院花園椰林下 有一個巨大的焚化爐 看來十分可疑 家裡突然會有多了一個 我們以前行難 完全沒有看過的焚化爐 那當然引起我們的 這個無限的這個想像 誰家裡會買個焚化爐 在家裡 這個就很吊詭的一件事情 這個焚化爐 外觀看起來很新 不過奇怪的是 爐門下方有一排明顯熏黑痕跡 焚化爐還是溫溫的 溫溫的我們看到焚化爐的時候 門不是完全緊地 大概這麼大雨 是有點扮演 就好像我們煮湯 稍微開一點點 它不會完全就失溫掉 焚化爐殘留餘溫 顯然稍早運轉過 警方想起遺書內容 小心翼翼打開爐門 裡面一打開 就兩具焦黑的事情 那上下相比 在焚化爐裡頭 那兩具焦黑的屍體 究竟會是誰的呢 經過DNA的比例之後 確定就是洪若潭 和他的妻子姚寶月 難道洪若潭 他在遺書裡頭 寫的都是真的嗎 他們夫妻倆 真的帶著這三個孩子 都走上了絕路了嗎 但是這三個孩子 其中年紀最小的妹妹 她已經年滿18歲了 換句話說 三個都是成年人 有可能真的會乖乖 配合爸爸的親身計畫嗎 還是說 有可能這三個孩子 是在失去自由意志的情況之下 被一個一個拖進了焚化爐 要解開這些疑點 焚化爐的採證工作 就顯得相當重要 而且關鍵了 而經過仔細的化驗比例之後 檢警人員找不到 這三個孩子的DNA 但是他們卻發現了 裡頭有針頭 還有兩罐點滴瓶 在這個點滴瓶裡頭 因為燃燒不完全 所以殘留下了不明的議題 這會是警方懷疑的麻醉器嗎 洪若潭的媽媽接到消息 為焦急的老淚縱橫 老媽媽怎能接受日後 儘管洪若潭留下遺書 可是焚化爐自焚手法 害人聽聞 而且關係到一家五條人命 震驚社會 從國內外完全沒有看過 有這樣的一個案例 用這樣一個外人 沒辦法去設想到的方式嗎 隔天刑事局見識科 特別南下加入調查 有我們那時候的科長 翁警衛翁科長 那帶著我們的 大概有十幾位的同仁 就驅車南下 就一個單一的刑案來講的話 這算是 應該是國內最大的一個刑案現場 整個圍牆內外 我們都徹底的去做檢視 有沒有被破壞侵入 初步沒有明顯外力痕跡 難道真的是情深嗎 理論上一個刑案現場 大概都會有一些比較雜亂 那尤其如果說已經決定要 這個要去自殺的一個人 他沒有必要再把家裡面 弄得這麼乾淨 要揭開洪家五口 是不是以全數滅門移雲 首要任務 是針對焚化爐展開見識 焚化爐外部長兩百四十公分 寬一百七十公分 高一百七十公分 爐內深度一百六十五公分 寬九十公分 高九十公分 焚化爐前面 有兩雙拖鞋 一黑一紅 左邊還有一具粉碎機 也就是研磨用的 風化爐的上端 還有一個柴油的孔子 那個就是它可以利用按鈕控制 然後啟動之後 那些柴油會引燃那個風化爐裡面 電源開關箱我們把它打開 它的電源是還呈現開啟的狀態 它裡面有一個液晶的銀幕 顯示這個聯動次數02 所以火蛇從外面一直燒出來 所以在那個卡榫的邊緣 整個都是熏黑狀燈 然後裡面我們就看到有 躺著兩具焦黑的遺體 頭是靠著這個爐門這個地方 那腳步是朝向後方 兩具骨骸下半身都白骨化 細胞遭高溫破壞 耀眼DNA確認身分 困難重重 見識人員只能試著從殘留遺骸試試看 而盧壁內有些微血激反應 以及燒溶的物品 有兩瓶的玻璃的點滴瓶 那有一瓶是已經破碎 那另外一瓶大概是有燒溶變形 那這個部分我們都帶回去 包括裡面的藥劑的部分 我們有去做採取 如果是外力脅迫殺害焚屍 怎麼會出現針頭和點滴瓶 很不尋常 那兩瓶的點滴瓶 確實它是含有麻醉劑 跟含明藥的成分 在盆化爐那邊有發現到 兩副眼鏡 兩副眼鏡 當然一副大概都已經有破碎了 那我們也去找到了這個姚寶月 她佩戴的這個眼鏡行 那一副女用的鏡架 研判應該就是姚寶月她的眼鏡 男用的眼鏡這個部分 度數我們把它還原出來 大概是在200多度到325度之間 那跟洪若潭的度數 大概300度上下是比較相近 二兒子近似大概450度 是比較不相符 那跟他的大兒子跟他的女兒 比較高度近似大概500多度 又更不相符 踩到有一滴血 那一滴血 我記得比對出來是姚女士的 洪若潭有點趴著 保護著姚寶月的那種形態 那因為姚寶月在底下 它的焚燒的情況是比較嚴重 所以幾乎它的大概頸部以下 大概都已經燒成灰了 那洪若潭的部分 我們把它的氣管去做切開 那有發現到有一些激炭 那激炭表示說在死亡當時 它是還有呼吸的 真的是洪若潭燒死自己和太太嗎 專案小組從心理因素和激震 反覆推敲可能性 檢景想起 焚化爐門第一時間是半夜 若要火爭燒死自己和太太嗎 毀失滅跡 門要緊閉才能燃燒完全 一打開爐門就看到有這個鐵絲 纏繞在爐門後面的這個圓孔 固定住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鐵絲 我們也是想說 為什麼會有這個鐵絲 像我們衛生筷 免洗筷子的尖端這麼粗 然後它從裡面捆綁 鐵絲它是纏繞在這個螺絲 這個部分是沒有錯了 鐵絲的一端 纏繞在這個焚化爐的左側的鐵軌底部 是拉在這個地方 然後另一端是延伸到焚化爐進門 進門處這個地方 然後向內折回 如果有外人來幫忙的話 根本不需要有這個鐵絲的纏繞 所以這個鐵絲的纏繞 勢必是一個需要有人 從裡面去施力來關門 才會做一個纏繞 來拉門的這個動作 然後所以這個鐵絲 我們就是列為一個很重要的點 繁華爐內的可疑鐵絲 究竟從哪來 外頭還有一把老虎錢 是有人從外面帶來 還是皇家的 他的工具間裡面 發現到了整捆整捆的鐵絲 那當然這個尺寸不一 裡面就有一段被剪掉的鐵絲 它的直徑 直徑就是跟這個焚化爐的是一模一樣的 案子朝到這一步 紅若潭夫妻親身自焚 可能性升高 然而三個孩子呢 紅家長子紅重甫 從桃園的中原大學物理系畢業時 紅若潭特地帶著家人去參加畢業典禮 全家笑得好開心 三個月後 九月十四號 紅重甫即將展開美好的研究生生活 卻在開學前幾天 師生們聽到這令人錯愕的消息 他是畢業班笨蛋 所以他跟同學一定是非常要好 而且非常有福樂成 一個品學兼優的高材生 徵選上物理研究所後 紅重甫待在學校準備開學事務 八月二十三號 姚寶月打電話 說外婆過世要紅重甫回家奔餐 但她隔了幾天才回彰化 三十一號那天 同學還跟她通過電話 聊一些就是學校要 要聯絡的事情而已 跟她電話中有沒有談到什麼事 沒有異樣 沒有 沒有異樣 約定九月二號要返回學校 卻沒出現 同學打手機給她 卻停機了 不過打家中電話 也不是她接的 整個是停機的 對 我們那時候覺得很小 我以為是手機沒點 九月四號那一天 那天打的時候 就已經是她母親接的 那母親說她帶她妹妹出去玩 對 因為我們會覺得她跟她妹感情很好 所以我們會覺得這沒有什麼 勞弱紅重人就在爸爸的公司上班 出事前看不出異狀 至於小妹就讀台南致遠管理學院幼教系 奇怪的是 上學期還沒結束 她就沒有再去過學校 大家都很驚訝 那同學都在聯絡 但是沒有人知道 粉碗爐自焚消息曝光 同學老師詫異全台震驚 難道讀到一個研究所 你也同意說 父親這樣子 那種集體式的 自殺的這種行為 所以我們也是很懷疑 為什麼有辦法順利把她三個孩子 而且這麼忍心 這個我們都不可思議的事情 三個子女下落不明 生死未步 雖然洪若潭和太太自焚的拼圖 一塊一塊拼湊起來了 可是還缺乏更關鍵 更有力的證據 許多問號還得靠著檢警 繼續抽絲剝繭 經過仔細的比對 檢警人員還是無法在這座焚化爐裡頭 找到這三個孩子的骨灰 難道真的像是洪若潭遺書裡頭寫的 他們夫妻倆已經將孩子的骨灰 撒到大海去了嗎 換句話說 這個計劃是有分兩個階段來進行的 第一個階段是洪若潭先將三個孩子火化之後 處理完骨灰 然後再帶著他的妻子走進了這座焚化爐 但這個時候已經沒有第三個人可以站在焚化爐外頭 幫他們啟動這座焚化爐了 所以當初洪若潭還特地告訴這個業者 你要幫我設計一個延遲點火的功能 也就是說他人在外頭啟動了焚化爐之後 他還有時間可以走進去焚化爐 這一點業者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洪若潭另外一個要求聽起來就相當的詭異 因為他竟然要求這個焚化爐的門 是可以從裡頭關閉的 而且還可以反鎖 除非你要把自己關在焚化爐裡頭 點火自焚 否則為什麼要有這麼奇怪的設計呢 最後業者並沒有幫上這個忙 那麼洪若潭最後是怎麼把門給帶上的呢 警方懷疑洪若潭當時呢 是在這個爐門上頭綁上了鐵絲 他人走進去之後 這麼一拉門就給靠上了 然後他在焚化爐裡頭 再把這個鐵絲綁在地上 但是高溫燃燒之後 可能這個鐵絲就被融化了 導致這個門微微的打開 最後才會留下燃燒不完全的蛛絲馬跡 洪家三名子女不可能消失得無影無蹤 專小組徹底將洪家每一處仔細採證 它裡面放置的是百萬幾個音箱 那當然還有一些 它有養了幾隻冠軍拳 它裡面都是冠軍拳的一些獎盃 那可以看得出來 它裡面的陳色也都是非常的乾淨素養 冰箱裡面 包括一些不明議題我們都有做採樣 然後做的結果 沒有做出一些比較特殊的藥物的這些反應 他的主或是他的房間 還有小孩的房間書房等等 都非常的整齊 包括他的棉被都整理得非常的乾淨 試想帶屠殺人哪會犯案後花時間收拾 就算故步移鎮可能擺泥一書留下蛛絲馬跡 然而磚小組詐異 諾大莊園一塵不染 樹木造景景然有序的不可置信 圍牆旁邊它另外有一些職在 那那個職在的部分 間隔距離可以說非常一致 大概就是九十公分 以紅肉潭的個性來講 它應該是非常的執著的一個 或者是說甚至有高度潔癖的一個個性 專小組的確查出 占地這麼大的莊園不假守他人 詮釋洪若潭跟太太親手打理 奇怪的是 他喜愛的椰林旁怎麼會蓋焚化爐 燃燒的熱氣煙霧 傷害到椰子樹 他怎麼可能接受 也沒有看過說誰會這麼費工夫 然後花六十幾萬 然後在家裡做這個 當然會心裡起疑 會找出答案 簡簡找來焚化爐業者 究竟是誰下訂單 我真的我也感覺很奇怪 因為我來看啥地形 它裡面也沒什麼東西可以燒 老闆也有回憶說 你幹嘛買這個東西 他說他家裡有種大王椰子 這一些 還有養一些動物 就直接在家裡這樣子燒一燒 所以他當時也不以為意 答案揭曉 就是洪若潭親自購買 事實上早在七月份 洪若潭就跟業者詢問焚化爐 當時聲稱是要燒東西 八月三號下訂 二十五號開始安裝 隔兩天又加裝 定時定磁功能及延遲點火 甚至要求自動上速功能 外頭可以控制就是說 你跑到裡面去的時候 它在三至五分鐘裡面 它可以燃燒機可以自動點火 它就自己點火 那個爐體的爐本 是從外頭關的 你願意要自己從裡頭 把它關起來也可以 9月1號早上蓋好防熱烤漆板 洪若潭還親自測試 那在9月2號下午的時候 那業者也接到洪若潭的電話說 他在試著焚燒兩隻狗 焚燒兩隻狗 那因為火石跟煙太大 會燒到旁邊的椰子樹 那怎麼樣解決 那業者也教他說 這個把中風的風量把它開大 這麥胡馬魯給他的這個老闆 激動的講了一句說 如果知道他要拿來自殺 我這筆錢我真的不忍心賺 他記得洪仙峰特別跟他要求 設計就是要有一個延遲裝置 大概延遲一分半到兩分鐘的時間 火才開始點燃 所以這樣的一個特殊設計 更讓我們連結到說 他就是要運用這一段的緩衝時間 讓他自己有足夠的時間 那當然我們是設想說 如果是真的這樣子的話 那一定就是先把他的太太 先抱進去以後 然後他再運用這一段時間 開啟開關 不可能說由裡面來繁鎖 沒有辦法洪仙峰它只能利用鐵絲 來做固定 那這個鐵絲它是從裡面 綁在螺絲上面 然後固定到下方的這個台車上面 至於點滴瓶 注射麻醉劑是為了減輕痛苦 專案小組懷疑 十大時間點洪仙峰想必推敲過 注射點滴也是麻醉劑 那大概會有一個一分鐘的時間 可以做緩衝 這樣子他才不會說 萬一真的是事先注射的話 萬一還沒有進到滴瓶爐 他就已經這個倒在這個夜裡 這整個狀況 就只有誰還是清醒的 就只有洪先生 在他能夠預期等一下 就是有那麼高溫的火出來 然後把自己瞬間 連哀嚎的機會都沒有 就這樣子把自己燒掉 檢警猜測 按照洪仙峰個性 每一步緻密規劃過 遺書親自撰寫 機率極高 而正本在事發兩天後 駐屏東的妹妹才收到 緊急做筆記鑑定 當然我們也是做筆記的鑑定 包括黃瑞潭他公司裡面的 他的一些簽名 我們來跟遺書做相關的筆記鑑定 那也是相符的 那另外我們在他的主臥房裡面 也發現到跟遺書的信紙 就是書寫遺書的這個紙章 大概相似的這個活葉紙 那活葉紙我們也帶回去 做筆記壓印痕的一個顯現 再來跟遺書去做比對 重疊的比對 那事實上這個部分 也漸漸出來是沒有問題 遺書 洪若潭親筆寫下 那什麼時候又是誰寄出的呢 警方趕快調閱路口監視器 9月5號的凌晨 大概4點30幾分 37分 有看到這個洪若潭的車子 外出然後往20市區的方向 那9點47分 那又看到洪若潭的車子 從市區往他駐駕方向 以約可以看得出來 車內有兩個人的影像 是一男一女 所以研判應該是洪若潭 跟他太太姚寶月 專小組查訪親友鄰居 發現洪若潭的個性 要求完美 對人防備心中 要去找 要吃一個蚊 吃一個蚊蚊 吃一個蚊蚊蚊蚊 他很靜靜靜靜靜靜靜 又被人要邀請的人 要進去不可能 因為他家養很多的進口名前 又兇又大 另外洪家水塔上 隱約看見再見兩個字樣 疑似是洪若潭親手寫下 向這個世界道別 一個個問號成了一個個警探號 案件偵犯走到這一步 專案小組離真相越近 心情越沉重 三個小孩憑空消失 那又沒有辦法 查到很具體的東西 來印證這個小孩的消失 那再加上 用這種焚化乳的這種手法 來處理相關的遺體 事實上真的是國內首招 那當然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很大的考驗 翁主任也是心思非常細密的一個 很專業的一個見識前輩 那跟洪若潭來看 他又是一個內心很沉穩 然後做事情非常有長遠規劃的人 來講 事實上真的是 就是在鬥志 完美性格的洪若潭 看起來是鐵了心的 要跟這個他口中醜陋的世界 徹底的告別 有多徹底呢 他除了這封給妹妹的遺書之外 他什麼東西都沒有留下 他甚至連三個孩子的照片 他都一塊帶進了粉化爐 要燒得一乾二清 連回憶 他都要通通帶走 而正當警方苦無線索的時候 竟然找到了二兒子的筆記本 在裡頭寫到了 他說爸爸為了奶奶的事情 想死 這個輕生的念頭 原來早在案發前半年 就已經透出了跡象了 而在六月之後 洪若潭竟然還問他的二兒子 如果爸爸去死 你會願意跟著爸爸一塊去死嗎 在中原大學畢業年底的時候 洪家三名子女宛如人間蒸發 專小組持續找蛛絲馬跡 搜索洪若潭公司查扣二兒子的 這本關鍵筆記本 筆記中記載 爸爸問我如果他要去死 我會跟他去嗎 是不是債務壓得喘不過氣 洪若潭財務狀況也是釐清重點 聽他們員工講 應該起碼也有五億了 但是他債務也有一兩億這樣 所以如果真正說來 他應該營運 如果要繼續營運也沒有問題 檢檢清查相關賬戶資金往來 發現案發前被提領了大筆金額 九月三號早上 他就跟他太太姚寶月 去銀行提款 提了兩千兩百多萬 那接下來就是 會有一些的 還清債務的一些舉動 下午五點半左右 大概是提150萬 結果有一張尾鈔 我們就聯絡他 四號中午五點多 就聯絡他 那現在就隔了差不多 半個鐘頭 二十分鐘到半個 就馬上來換進去 有一些從烏日 某一個農會 匯款到台北 給他相關的廠商 匯了幾百萬 還要還五百萬 給他的一個親戚 洪若潭特地領錢 一一還款 不難看出他要求完美 不欠人情 但也可能是不想留下 負面批評 他還做了這個安排 當時我們就懷疑 會不會把他三個小孩子 燒了以後 然後就埋在 因為當時就是有一堆 大王爺子 還有一堆 好像書籍的東西 整個焚燒在那個裡面 然後我們當時 就請他的親朋好友 來協助幫忙挖 一直挖挖 也奇怪都沒有挖到 但是就是有挖到一些象本 大概就是他兒子女兒 小時候的時候 那些拍的兒子的這些照片 他也把它燒掉 連這樣一個很珍貴的一個照片 都要把它燒掉 那顯示他已經下定決心了 可能想把曾經擁有的幸福帶走 也或許不留東西讓人說散到似 親友事後覺得很有洪若潭的風格 那如果他教他的東西 可能也沒有要把人的損害 他也會再燒掉 那時候是他死後 他要走 如果真是以愛為名帶走三名孩子 對他們來說情何遺憾 然而三名子女正直青春 會同意跟爸媽共赴黃泉嗎 但筆記中的這段話 將集體親身 倒向三個孩子 是被殺害 他就講說我不認同爸爸 對死亡的看法 有什麼疑舊 應該是被加工的啦 我個人猜測 一隻雞 一隻鴨 有人殺就不忍心了 他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我們也... 而且是自己的子女 而且子女的話 他已經成年了 我們第一個感覺就是不可思議 實在難以置信 專案小組從僅有機震 找答案 主臥室內有二十個血點 屬於噴漸血跡痕 驗出是洪若潭的DNA 另外兒子房間床罩上 有四處疑似血跡 女兒房間床罩有兩處細微血跡 在他女兒的臥房 所採集到的血跡樣本 經驗出來是他女兒 確定是他女兒的DNA的血型 沒有錯 那麼另外在他兒子的這個臥房 也有檢驗出這個兩位兒子 其中一位的血跡反應 那麼... 但是沒有辦法確認 因為他的檢體量很微小 血點的最後檢驗結果出來 那可以更加的印證我們 這個監視人員的推測 有可能為了要減輕痛苦 他們會施打這些麻醉劑 或者是安眠藥 急症顯示三菱子女可能被注射麻醉劑 但究竟是自願配合還是被迫 是很大問號 我們有發現到有一些電磅 使用過的一些耗材 是不是他的小孩 紅肉坦用電磅先控制之後 再來施打這個相關的麻醉劑 當然這也是其中的一個可能性 那特別提到就是 依紅肉坦的個性來講 他那個人喜歡乾乾淨淨 整整齊齊 理論上不大會讓說 這個家裡有這麼不尋常的狀況 這個磁磚破損 他不去修復的這種可能性 那我們初步連判有可能是 是不是在這個推車 那不管是推那兩次冠軍拳也好 或者是說他的小孩 要把他推到後方的焚化炉的過程當中 不小心傾倒然後撞擊到這個地板 研磨劑的部分也是我們 一個財政的一個重點 但是因為很多的這些碎骨頭 都經過高溫的焚燒 事實上你要做DNA鑑定 已經是不可能的 專案小組很疑惑 紅肉坦公司業務跟生活中 和焚化炉八竿子打不著 為什麼大費周章 砸五六十萬買焚化炉自我了結 我直接就去買個汽油 我車子開著 汽油整個淋了 點火整個就燒起來 不是更快嗎 但是燒了以後呢 就是那個遺體還在那裡 對啊 怎麼去處理 還要再燒一次啊 對不對 那既然還要再燒一次 他想一想是不是就 那我乾脆就買個焚化炉 我就直接把它燒掉了 那不是更快 怕燃燒不完全 刻意設定兩次高溫焚燒 總共四小時 但千算萬算 還是出了狀況 液晶儀標板的一個顯示 那它是要焚燒兩次 那每次是兩個小時 那因為這個焚化炉 它瞬間高溫 可以來到120度 那熱脹冷縮的影響 你用鐵絲來固定 事實上是 力量是不足的 所以也會造成這個 把鐵絲 不管是燒斷也好 或者是說 因為壓力的關係 把這個門撐開也好 所以造成這個 他們兩位的遺體 是焚燒不完整的 鴻若潭精心設計的 焚化炉自焚計畫 因為骨骸殘留 讓檢景能還原 事發經過 否則全燒光的話 留下更大謎團 只不過始終無法確認 三名子女是生是死 難道真如遺書所言 已將骨灰灑向大海 專案小組 將鴻若潭的五輛轎 一一採證 發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鐵門突然下降了 白天喔 大白天喔 現場也沒有人 按到鐵門的開關 也沒有人按到 大家就開玩笑說 這個你動到 動到洪先生的車子喔 他他在抗議喔 吉普車的下方喔 他把他撐起來的時候喔 也是發生一個 比較不能理解的事情喔 那個起重器 他一伸上來 結果那起重器 他的那個後面 他那個輸油管喔 整個就爆出來爆裂 導致這個起重機 就沒辦法運作 然後請他弟弟跟他講說喔 哥哥人家警察在幫案喔 希望你就不要有一些這樣子喔 葬儀色的就點一炷香 然後就插在那邊 這樣講一講以後 再來在採證過程 就蠻順利的喔 就算後來採證順利 驗出海沙成分 這確實跟三名子女的行蹤 唯一連結 因為沒有發現到 其他比較具體的激震 來印證說三個小孩已經身亡了 洪若潭的凶宅在案發之後呢 一度荒廢了好多年 後來被銀行法拍 最後接手時呢 就是這一位 他叫做李仕傑 他是一個退休醫生來自台北 他在這個地方 沒有大興土木重新裝潢 他甚至連當年接住焚化爐 他都還直接讓他留在這個院子裡頭 他拎著行李就直接搬進去住了 很多人都會問他這幾個問題 第一個是你為什麼要買凶宅 第二個是你住了這些年下來 你有沒有碰到任何 你沒有辦法解釋的靈異現象呢 李醫師 哈囉 哈囉哈囉 李仕傑醫師就是買下 紅樓潭房子的新屋主 不過說新也不新了 從他接手到現在已經十年 記者來訪 他趕緊導覽一下環境 我們這些通通都沒有動 都沒有動 這個都是這樣子原來 這邊其實是以前他的車庫 我把它拆掉了 這邊是他的四間還是五間的房子 但是我不久就把它拆掉 拆了又不到的車庫和舊房 但紅樓潭和家人 生活過的房子內部 幾乎沒有太多更多 地震 沿水通通沒有他的事 都沒事 都沒有他的事 真的是 只能說他這個人真的是 太要求的太多了 櫃子通通是原來 當然沙發那麼多年 就該丟了丟了啦 是 稱在紅樓潭講究品味 東西非常耐用 李仕傑毫不忌諱 通通沿用 原本紅樓潭規劃的四間臥室 跟一間佛堂 李仕傑保留原有格局之外 有些人對往生者睡過的房間 躺過的床 敬而遠之 李仕傑根本沒在怕 你幹嘛這樣喝 原來的桌子是那兩個 床也是原來的 櫃子是他的 都沒有什麼機會啦 因為有的人會覺得 要把它清空或者是換掉啊 什麼的 您都沒有這邊 不只是我沒有 我現在都是 昨天親戚也住這邊啊 就當你洪先生那裡 對 所以您現在跟夫人就 就住這邊 對 完全沒有機會 它案子發生五年以後 我只在一個舊報紙上面 看到說他所有的東西 都拍賣掉了 只剩下這個房子沒有拍賣 在那個案子以前 我沒有來過惡靈 惡靈是什麼地方 我根本還要找地圖找找找找 喔 原來在彰化南邊 那所以我就特別有興趣 就是找仲介 仲介帶我來看 看到這樣子 喬爾祥過去 看到這個門過去 是 是 就是我的嘛 一個自己的一個 一個Kindom一樣 一個自己的王國一樣 銀行不相信你會買這個東西 所以我 銀行怎麼 銀行不相信啊 沒有人要來買這個 兇宅鬼屋啊 兇宅啦 不要說鬼屋啦 他們沒繞過鬼啊 當時真的沒有 完全沒有投資的概念 沒有這個說 但是買下來以後 當然才發現說 真的不錯耶 我常用的一句話說 黃先生也不討厭我 兩年多後 李仕傑花了一千兩百多萬 買下紅熱潭的莊園 大家對他背景很好奇 原來他來自醫生世家 你們再來照不是很好 覺得投資土地最穩當 李仕傑大多是買地 卻買下害人聽聞事件的 紅岸兄宅 太太的想法是怎麼樣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囉 買了才知道 買了還不知道 上個電視才知道 當時無可奈何啊 買的是買的啊 當年蓋了透明玻璃屋 計畫做游泳池 打造健康修行會所 焚花爐不但沒丟 是移到庭院另一個角落 開放一眾參觀 更廣邀大家 中秋節去辦大型烤肉趴 唱卡拉OK 卻一度發生跳電視劍 應該不是電力不顧著 我感覺到怎麼樣 時常太強的 好 更有法師跟實雄師姐造訪 說要驅邪 傳出另一狀況 從來沒有過這種情形 什麼情形 就像有這種 這種聲音的出現 我不太相信這一套的 你的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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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神之說什麼 對啦 你的通靈什麼什麼 都有道德道行 話是這樣說 那客廳櫥櫃上 為什麼擺了三尊神像 這是我媽媽的佛堂 那個房子租給人家了 所以我就把它收下來 擺在這邊 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個從哪裡來的 心經 不曉得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無神這些東西 不能說沒有 但是無神也是自己的信仰 我信仰是幾乎他們是不存在的 這個旁邊的樹是我後來種的 這肉桂是我種的 是 我很喜歡來這邊 第一個氣候真的好 第二個我看到生命 植物的生命 動物的生命 早期這邊的門都不鎖了 當然啊 洪先生在我怕什麼 對啊 當時是洪先生在啊 誰敢進來 但是現在我就不敢啦 要熟啦 怎麼了 沒有啊 慢慢的這個 可能洪先生退位了嘛 才說不信鬼神靈異 李仕傑突然這樣說 讓人好奇 這麼多年來 有沒有特殊感應 不可能感應得到 我是又頓 又頓頓的人 不可能感應 而且我只相信科學 只相信看得到的 繁華爐在這裡 本身有拿下來看過 我當然就看過啊 您都沒有任何的禁忌 繁華爐依然放在後院 經過風吹熱曬雨淋 已經秀石 門毀損打不開了 學醫的李仕傑 如同偵探 推敲揣摩 洪若潭為什麼用 這麼激烈的手段自焚 我的想法 我就是糟糕世人 我就在裡面 你們不要來動我的東西 這個方式就是我要的 那很不錯 要碰到一個 這個也是我的愛 所以我們兩個總算有一個 共同點 愛這個地方 可能三名子女 因為就是從來沒有現身過 有沒有可能隱姓蠻民 就是躲起來了等等 個人的意見 認為是沒有事 你們是這樣想 對 我有一點點 一點點 懷 一點點證據 不是...一點點證據 一點點線索啦 不能說證據 一點點線索 但是有些東西 我們不要談得太神啊 僅僅說當初洪若潭 他自以為的完美的計劃 但是他卻沒有料到 這個門在燃燒的過程當中 微微地打開了 結果導致燃燒不完全 而留下了少許的激震 所以讓事件獲得部分的還原 而這三名的子女 在失蹤七年之後 在法律上面 他們被宣告死亡了 但人至今還是沒有找到 這個案子 在發生了將近二十年之後 依舊是一個無法解開的懸案 洪家三名子女 再也沒有出現過 列為失蹤人口七年後 宣告死亡 然而世紀奇案 並沒有因此畫下句點 仍然引人好奇 作案的這個模式跟過程等等 那我覺得也是滿特殊 也得一所思的 一般我們作案 多少都會找到一些蛛絲馬跡 這個案子 為什麼從我們見識 找不到一點蛛絲馬跡 我覺得這也是 引起我嚴重的一個動機 你認為這三個孩子 存活在世上的可能性大嗎 我個人認為很不大 惡靈那邊 她還有很多的叔叔 還有很多的親人 甚至她阿嬤都還在 她沒有那個理由 去做一個躲避 將近二十年了 再解釋一次這個案子 侯若潭姚寶月營火刺焚 一把大火化成骨灰 不過謎團並沒有隨之 灰飛煙滅 小孩的部分 確實沒有辦法 很有力的去印證說 小孩是同意自殺 或者是說 遭受到控制之後 被處理的這種情形 這個部分當然是我們 見識人員上面的一個 很大的一個遺憾 所以到現在還是一個 謎團 是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謎團 我們常說 還有一句話說 善有善報二一惡報 不是不報 就是時機未到 但是這個所謂的時機 過去在法律上面 是有期限的 也就是我們說的 法律追溯期 它的用意呢 無非是希望 司法機關 能夠在追溯期限的壓抑之下 能夠集中精力 處理現行的案件 提高辦案的效率 節省社會的資源 但是一旦過了 這個追溯期 是不是就代表了 這些犯罪者 從此他們可以 逍遙法外 高枕無憂了呢 這是代表了說 今天你殺的人 只要你有本事 逃過二十年 逃過三十年 你就不需要 接受法律的制裁了呢 在過去 有多少重大的 殺人案件 因為欠缺破案的證據 破案的線索 被放進了刑事局的冷案中心 其中包括了 我們今天要告訴您的 劉邦友縣長官邸起案 這起案件呢 它是發生在1996年 包括了縣長 劉邦友在內的八個人 在縣長官邸的警衛室 遭到了槍殺 結果造成了八死一傷 這是台灣治安史上 最血腥 史上最慘重的一起凶殺命案 在當年 專案小組 懸賞了史上最高的 兩千萬的破案獎金 投入了全國上下 空前的資源和警力 過濾掉清查 每一條可疑的線索 包括的是 國際刑事見識專家 李昌映 他也特地地趕回國 協助追查 然而卻始終無法 突破交主的案件 原本這個案子 到了2016年 就到了法律追溯期 二十年的期限了 一旦過了法律追溯期 這個真相 恐怕永遠都沒有揭開的一天 而這個問題 也引發了社會 對於現行法條的討論 包括了法務部 包括了刑事局 都認同 應該要取消 重大案件的追溯期 終於在2018年 行政院通過了 刑法部分條文的修正草案 取消了殺人重罪 三十年的追溯期 換句話說 只要是犯下了殺人重罪的兇手 不管你今天逃到了天涯海角 他一輩子都將受到法律的追溯 而這個修正草案 雖然是在2018年所通過的 但是包括了之前 劉邦有關禮血案 包括了彭婉如命案 都可以適用刑法 而刑事局也透露 針對劉邦有關禮血案 還有幾條關鍵的線索 仍舊在持續的追查當中 他們強調這個案子一天不破 絕對不會放棄任何的希望 好 首先 我們要帶您回顧 在1996年11月21號 那一個飄著小雨的早晨 在桃園縣長的官邸 警衛室裡頭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當年的桃園縣府秘書士人員 回憶著縣長劉邦有公館格局 兩人那時候經常進出縣長公館 這樣副總對我們真的很好 對不起 沒有你對我們那麼好過 真的 你對我們太好了 尤縣長也是很好的一個縣長 回想1996年11月21號清晨 那場悲劇 尤先生難過掉下眼淚 而陳先生印象深刻 二十多年前那個清晨下著小雨 原本只是個平凡的週四上班日 突然一通電話打來 他就說夫人那邊有電話過來說 警衛室那邊好像有鞭炮聲 大概搞不清楚 那請我們趕快過去看一下 我是從左邊的小門按電鈴進去 然後裡面有一個打掃的老爸長出來 那個外勞吧 他出來跟我開門 那我就進去了 因為整個外觀都乾乾淨淨的不止 那當下也沒覺得我發生什麼事 所以我就跑到奧樓去 問一下夫人說發生什麼事 夫人我上去的時候她是還在禮佛 那因為我還聽到那個 放那個誦經的一聲音 然後我就打斷她一下 她說她也不清楚 她只聽到警衛室那邊 像鞭炮的聲音 佛堂在二樓 佛堂就是在二樓這個位置 對 這裡 所以說樓梯 樓梯進去右樓 這個樓梯嘛 是 上去的右邊 就是這個貨堂 夫人就是通常都在那二樓 因為她在這邊現在後來 她會聽不到下面一聲 因為這裡還有一個那個 採光燥 採光燥 做完之後她上面看不下 看不到下來 而且聲音傳上去也會變更小 那當我在下來的時候 我們另外一個石先生他跟我講說 那個現場的車還在裡面 轉頭一看 現場的車真的還在 那我就再跑上去問夫人說 那請問夫人那現場現在人在哪裡 因為我在大廳沒看到任何人 那夫人說剛剛有兩位議員來找他 所以我就再跑下來 跑下來的時候 時間就跟我講說 不只這樣 記要秘書的車子也在外面 然後我們整個就覺得很疑 然後他跟我講說 從那個氣窗那個門看去去裡面 好像有點狀況 縣長和記要秘書徐春果的車都在 壞了 難道縣長搭了議員的車已經出門 對呀 平常進出時警衛會打招呼 他人呢 好像有狀況喔 因為整個警衛室裡面 從氣窗看去去怪怪的 正前方看過去 只看到一個頭的感覺 因為那個角度剛好 大概只看到牆壁有一攤 怪怪的 顏色不一樣 因為整個牆壁只有那個 有一個位置 後來才正那是血 那我就 我也趕前看 他也叫我不要急碰到 那我就遮光以後 看到也是同樣情況 然後我又把頭 稍微往右邊偏一下 看左方 就是比較裡面那個床鋪 結果那邊好像也 那有影子 感覺好像兩三個 不行 有狀況 裡面滿多人的 叫他趕快再打他請警察趕快過來 第一時間打電話給檢察局 那你說 縣長公館出事 不相信 然後再打第二次 有兇案 那其實我當時感覺只是說 是不是警衛自殺 但是比較呼籲說 為什麼縣長跟議員都不在 我們那時候其實是祈禱他是 議員帶出門 縣長還有縣議員 這些人去哪了呢 陳文藤說 在他的印象當中 縣長幾乎沒有去過警衛室 縣長的習慣是 在出門前 他會先喊了司機去備車 然後他會直接到大門口去等車 所以這天早上 會不會縣長也提早出門了呢 但是沒有想到 接著從警衛室裡頭 陸陸續續被送出來的九個人 其中有一位 就是劉邦佑 他被送到醫院之前 已經沒有了生命跡象了 而經過七個小時的搶救 最後依舊是回天法術 包括了劉邦佑和其他八個人 每個人都是頭部重擔 這等於是形形式的槍決手法 其中只有縣議員鄧文昌 幸運的死裡逃生 但如此兇殘的手法 等於是一個活口都不留 歹徒他究竟是 衝著誰而來 有什麼樣的深仇大恨 竟然膽敢挑在有配槍警衛的 縣長官邸動手殺人 而且為什麼還要大費周章呢 把九個人全都控制在警衛室裡頭 然後一一殺害呢 遠景擴報封鎖現場 救護車一輛又一輛緊急搶救 接到那個喜秀琴 我們另外一個小姐電話說 她一直在哭 她說縣長公館出事了 你趕快過去 鄧文昌她是第一個出來 她的嘴唇是high 還沒有很黑 後面送出來的 每一個的嘴唇都已經變黑了 一個洞在那裡 我不曉得他什麼 後來他們警察秒數 我才算他是當空 不會這樣子 因為一個縣長公館 怎麼會變成這樣子 就我常常去公館她 幾乎沒有走進去警衛室過 她會在那個 進公館那個大門那裡 直接要找司機或者警衛 會直接在那邊喊 出門了 而且夫人說 有兩位議員來找縣長 或許三個人已經出門了 那警衛室內哪來的九個人 夫人在 那還有一個他那個外老的 也在 那打草老婆上也在 襲擊要 車子在外面 那就四個人了 那我再算警衛一個 最多五個 為什麼出來九個 算不出來 我那天是呼叫器被灌爆 你知道 後來突然就有一通電話 直接打到我家 我電話拿起來 原來是報社長官 他跟我說 你不要接近拍戲 你還在睡 台灣縣長官邸 快去一樣 只有鄧溫昌的還OK 其他的幾乎 我都看不出來 臉型都變了 可能都認不出來 這個人是誰 縣長的時候瞄了很久 好像是 第幾個好像是他 那個右手邊就是警衛室 我一推開進去的時候 哇 那個 血腥會撲筆 我那瞄了一眼之後 發現那個地上血跡斑斑的 那個血已經 人家講說血流成河 大概就這樣了 那個血跡很厚 你知道嗎 桃園縣長劉邦友 在上午9點左右 送到桃園醫院之後 就完全沒有瞬間的跡象 經過7個小時的急救 仍然在3點50分不致死亡 醫生前前後後 為他打了200支以上的強心針 幾乎每5分鐘 就要打一次針 經過搶救 劉邦友依然回天爬樹 每個人都傷吃嚴重 從X光看來都被近距離 朝頭部轟槍 歹徒擺明不留活口 確認過後 當時警衛是9個人 縣長劉邦友 秘書徐春國 司機劉邦明 農業局長夫人張陶妹 議員莊順馨 鄧文昌 警衛劉明吉 劉邦亮 女優劉如梅 唯獨邦 送衣前有呼吸心跳 送衣後奮力跟四身打合 那天沒有去是因為 我穿著衣衣下 毛毛衣 所以我就沒有進去公關 他就直接到他辦公室去 一到辦公室我就接到電話 就趕快趕過去 那一天你就像平常一樣 直接就先進去 不敢去想這件事 這個事情 我跟游先生兩個 我們都不敢想 因為其實我們以前常常 早上就去 所以也算躲過一劫 那他那天 剛好是從馬祖回來 他忙了一些東西要忙 無辜 真是無辜 還有一個司機是 他當初不是他 當天不是他執勤 是另外一個同事執勤 要換班 命運捉弄人 縣長公館內 一場血腥屠殺 狠狠奪走八條人命 釀成重傷 專案小組得先還原 當天早上 立念起放 清晨六點半 被用朱笛起床後 到門口信箱拿報紙時 撇見一名打領單的男子 坐在警衛室 七點 荒庸劉如梅 正在打掃 十分鐘後 司機劉邦明 關 七點十五分 縣長夫人起床後 打電話到警衛室問劉明吉 深夜為什麼兩三點 還這麼長 可能兩點多 他說睡得很好 可是突然間被狗叫聲吵醒了 他跟現場都沒辦法睡 那一大早七 大概七點多一點 他就問那個 問警衛嘛 說昨天晚上 怎麼以為是誰來 不管 好的都不能睡 警衛跟他說對不起 他說對不起 那個是小朋友來 小朋友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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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點半 徐春國提著雞湯香肉 進公館 農業局長的妻子 張濤妹也來了 不久後 劉朱迪聽到徐春國和人 在警衛室吵架的聲音 八點左右 劉邦友走到庭院 緊接著 朱迪聽到劉邦友跟徐春國 跟人大聲說話 疑似吵架 他請劉如梅去看看 8點03分 議員鄧文昌跟秘書梁美交 搭議員裝順心的車 來到公館 鄧文昌因為他在桃園 中壢地區有很多的一些 三溫暖 酒店 一些特種行業 他是經營這個 八九點的時候 他就會到他的店去巡視 酒店去巡視 那遇到朋友了對不對 他就會很豪邁跟他們喝酒 喝 喝到大概10點多 11、12點的時候 那個鄧文昌就不生酒力 大家要休息 那等到他們早上店休息之後 怎樣 鄧文昌也休息過 他回家送小孩去上學之後 他再去接梁美交 議員進公館後 梁美交肚子餓 跑到對面麵包店買早餐 吃完後回車上睡覺 8點05分 劉邦友的女兒劉彥霏 準備出門上班 當時還跟鄧文昌 裝順心打招呼 例名警衛劉邦亮 隨後進公館準備交接 跨出門口後 都沒有看到任何人 那我之所以不會去想到奇怪 是因為我方面走得匆忙 一方面就是我們家很大 所以人到哪裡 我不會去想到說他們去哪裡了 那我也沒有聽到任何的打動聲 你有那兩位縣員插聲而過 是不是 他們已經進到屋內了 所以我跟他們是在屋內遇到 那我打了招呼之後 我就衝忙離開 15分 朱莉首先聽到碰壁聲 才隔壁毀傳出連續槍響 不久後 他看見兩名歹徒穿雨並離開 就是歹徒在行兇完之後出來 中正心的車上有鑰匙 他沒有拔掉 他就直接上車 一上車發現說 裡面竟然還有一個人在那邊 因為梁美交累 他在那邊假妹 可能就休息一下 心裡說怎麼裡面還有一個人 歹徒截走裝順心的車後 壓至梁美交低著頭 車一路開往天地的苦頭山 前座那個人一直很怕他的 樣貌被看到 所以他就一直問後座那個人說 他有沒有看到我 他有沒有看到人 因為後座那個一進去 就把他頭壓在下面 那他說沒有 放心好像沒看到 梁美交有證實說 他那時候壓他的時候 摸到他的臉的時候 他似乎戴著外客用手術的那種 膠質手套 當年梁美交被歹徒開車 壓往虎頭山 並且將他丟包在虎頭山上 現在您可以看到 虎頭山已經變成了一個環保公園 遊客進進出出 然而在二十多年前 那時候是荒煙慢草一片 人煙罕至 梁美交就擔心歹徒逼他下車往前走之後 會開槍射殺他 卻沒有人可以救他 歹徒拿走他的皮包 把他裡面的身分證拿出來 還有跟他講說 我知道你住哪裡哪裡哪裡 你如果敢透露什麼東西的話 我一定要殺你全家 所以那時候梁美交的那個心 那個恐懼感 而且他下車的時候 叫梁美交往前走一百公尺你知道嗎 那你說一個歹徒不能回頭 你要走一百公尺 那你後面的人在那邊凶神惡煞 拿著槍抵著你 你怎麼知道走幾步路 他突然這樣後面開槍 這間駭人聽聞的槍擊案是發生在 上午八點十五分 劉邦友在縣府旁邊的官邸 遭到兩名蒙面歹徒闖入 將當時在府內的縣長劉邦友 縣議員莊順馨 鄧文昌 以及縣長秘書等九個人 全部壓到警衛是槍殺 這個案子嚇死人了 在台灣的歷史裡面 從來也沒有一見說縣長 又是這麼重大一下子 打死一傷 沒有這麼大的案子 你說那個十大槍擊要人去殺人 最多 最多現場打死幾個人 沒有像這麼囂張的人 新聞報導一播出 王志超很震驚 因為他才剛從桃園刑警的副隊長 調離不久 之前對縣長公館所屬行政區是 如此熟悉 走了三四年 每一天上班 就跟另外一個副隊長 就這樣行政員去這樣繞 怎麼裡面有發生槍擊案 縣長公館 特別聲嚴的地方怎麼可能 結果他報案的時候 我們去處理 然後他就苦笑 他是辦公室的招小偷 曾幫劉邦有縣長抓過小偷 這一次王志超希望 公館鞋案能盡點心力 自告奮勇協助專案小組 我以前就是從事監視 剛畢業的時候 我就是在畫現場圖 所以我對這個有興趣 我就想說 你們沒有時間畫 因為你畫那個太簡陋了不行 那研判的話 可能會不重視或者是錯誤 所以我就想說 我那個錄影單我來看看 然後看看我就幫你們 還原那個真實的狀況 這個圖是警衛室的門 是往裡面推 門在這邊 那這是一個床 然後這一個書桌 我們的受證人員 也不能進去 因為那麼小的空間 不能去說封鎖 貼標籤什麼 都不能做 而且要搶救商房 所以他只能錄影 把原貌錄下來 然後就在外面 那個鐵椅站在那邊 用高點由上往下 做全程的錄影 就把鏡頭 撈到裡面 然後就這樣掃秒 這樣掃 掃一圈 它就從左邊到右邊 然後又在右邊 又繞回來 然後就這樣 像監視器一樣 就這樣掃... 左右的 對... 然後掃了幾次 一筆一畫仔細描繪 盡可能還原狀況 要把螢幕定格 定格以後 每一個人的姿態 要把它畫 類似 就跟3D一樣的感覺 要把它畫出來 儘管當年已是資深刑警 眼前慘況 讓王志超揪心不捨 活生生的人 然後就躺在那邊 那種感覺 還好是當過 也是二三十年的刑警 屍體也看得多了 不然的話 事實上你根本沒辦法畫 每一個人就這樣被槍擊 然後就是... 毫無反抗的能力 就跟看那個IS集團 就殺的那個一模一樣 真的是非常恐怖 兩瓶不鬥的警衛士 巴死一重傷 透過城市位置拆解玄機 那個頭部那個... 對... 一整圈都是膠帶 把眼睛... 鼻子... 眼睛... 嘴巴... 對... 通通蒙住 那第一個當然是劉明吉 那劉明吉 他早早就被... 反綁 然後眼睛 然後嘴巴 都蒙起來 躺在這個床的角... 最角落的位置 最角落的位置 陸陸續續 發生爭吵的時候是... 徐春果 徐春果跟... 張陶媚 是 他們兩個 有到那個... 演員上面 有在那邊聊天嘛 後來好像是... 就有吵架 吵架應該是歹徒喔 就把他們壓進來 聽到吵架聲 跟那個... 飛翁叫那個... 劉魯美 說到底那邊發生什麼事情 他也不敢進來 對... 叫劉魯美進來 由劉魯美進來也一樣被壓 然後再來就... 劉邦亮要來交接了 那他這個... 圖的樣子是什麼 衣服套在頭上 背對... 背對等於是趴在那邊 趴在床沿 劉邦明什麼時候進來的 應該跟劉邦亮 幾乎是... 時間差比較接近的... 那個時刻進來 他也是背面 至於司機劉邦明 則跟縣長背對背 引人注意的是 劉邦友嘴上膠帶 是被撕開的 他雙手是這樣 對... 然後... 垂下來了 所以... 你知道為什麼他會生中癢 他一槍在哪裡 他除了說這個致命的一槍 都從那邊打進去 從這邊出來 另外一槍是打他 右大腿上去 那你今天劉縣長被人家蒙出眼 你叫你跪下的時候 你可想而知 劉邦友那種霸氣的縣長 他怎麼可能... 你這不是小孩 就從來 你知道我誰 你敢用這種方法 對了 對不對 所以他那時候還不知道 問題的重要性 所以那個歹徒 為了要跟你講說 我今天跟你生親的 所以就往他大腿先開一槍 誰跟劉邦友跟徐村國 要談什麼事 那正在談的時候 事情發生了 莊順馨跟鄧文昌 進來了 押進來 再來就是發生槍擊的時間 專案小組研判 百徒大概早上六點多 就進入公館 最後離開時八點多 時間長達一個多小時 為什麼槍擊先一聲 不要 這一聲對著誰 即使對著鄧文昌 鄧文昌要奪滿的地方 他要跑 他要跑 所以事實上歹徒不是進來 就是要殺人 沒有 他在裡面等待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那為的是誰 他是在鎖出歹徒 他是在等誰 在跑這條新聞的時候 我就認為說 這個歹徒的目標就是劉縣長 你把鄧文昌開了一槍以後 慘了 亂了... 亂了以後呢 因為他們在談什麼事情 其他人耳朵也聽到 這種場景你說 我殺了一個 這些人不滅口的話 就知道我們在談什麼 歹徒槍殺是預謀還是突發失控 至今沒有缺錢答案 台灣治安史上第一起 縣長遭槍擊命案 把死一重傷 非同小可 檢警根據目擊者描述公布 歹徒畫像 懸賞兩千萬 這是當時台灣官方提供的破案獎金 最高紀錄 慎重其見 更特地邀請國際見識專家 李昌玉回台協助 我發現他們 警察的方向大致是正確的 我們大家都同意 那個現場是組織化的 犯罪的手段是有計畫的 解決刑案 沒有這個在刑事科學 或者犯罪偵查上面 有這個限期破案 任何案件不可能限期破案 六明吉的脖子 這邊有那個藍箔刀的血痕 就表示他是被控制 那控制之後 流明吉被殺害之後 他是拿了流明吉的配槍 裡面的五十幾發子彈 就在裡面開始作案 他這個槍對著頭 讓射擊 你只要由上往下 不會打到自己 他又不會子彈打到牆壁 又反彈 又傷害到自己 又把自己的血跡 或是傷口 留下那個血跡 眼淚讓我們來見識 因為事實上也找過了 都沒有找到 而且他開車走的時候 那個車子就經過 緊密的去搜診 沒有歹徒留下來的血跡 今天只要一個被害人 一進來就是歹徒 就是把他用膠帶有沒有 把他蒙眼或蒙嘴 就是整個臉蒙住 那李昌玉博士 是從膠帶的那個切割痕 就是我們那個膠帶 一片一片撕下來的膠帶 再把它還原 對 再把它拼回去 後來李博士回來還原的時候 也是一樣啊 它就是閃撞的射擊 所以你鄧文昌 開了第一槍對不對 再來他如果要離開 他不會從這邊開 他一定從最裡面 然後站上去 站到床 從床部上去 到上面去 然後就一個 一槍 都頭部一槍 一槍 然而槍擊發生順序 眾說紛紜 官方始終沒有出面證實 我們一般這個鞋子 穿的不是都拉起來嗎 對 遊現場是習慣把它踩成 這樣子拖鞋再穿的 是 他在現場沉濕的時候 他的鞋子就是踩成這樣 對 他是司機來說 我們要出門了對不對 他才會在關底裡面 把這個鞋子 腳後跟這樣 我們把它拉起來 對 拉正之後 拉好之後我們才出門 所以那天他在警衛室裡面 他是踩的 兩隻腳都踩的 他還沒有打算要出門 毫無防備下 縣長公館成了屠殺現場 究竟什麼深仇大恨 又哪來的雄心豹子膽 敢對縣市首長 太遂頭上動土 真正的所謂職業殺手 應該不會造成這麼多的 的人被殺 他應該是有針對性 而且會很精準 而且很快就長以無形 甚至於殺了人以後呢 他後面雇用的老闆 一定馬上把他引渡出去 警方也曾經把台灣 曾經列管的時候 特種部隊的那個軍人 特務軍人 全部找來清查 一個一個就是清查他的身分 或者他在幹什麼呢 可是也沒有下落 警方也查了 那一天早上上 離境班機裡面說 男子的身分 可是說實在話 很多人搞不好是指甲護照 可能是這樣 他離開這邊之後 他回到那個 到哪一國你也不知道 歹徒是誰 而歹徒又有幾個人 能夠控制住九個人呢 從他們開槍的先後順序 也許就可以推敲出 誰才是歹徒真正的目標 而線索很可能就藏在 這一間血跡斑斑的警衛室裡頭 但是證案小組 在後來的整個採證的過程當中 卻發現了 在第一時間 現場的狀況實在是太混亂了 在救人第一的前提之下 所謂的封鎖線 根本是形同虛設 為了搶救傷者 大批的救護人員 進進出出的 命案現場 已經遭到了嚴重的破壞 而至於關鍵的證人 鄧文昌 他也受到了重傷 原本專案小組 寄望在唯一倖存活口 先議員鄧文昌 他的身上 在他傷勢復原之後 能夠想起當天發生了什麼事情 能夠提供關鍵的破壞線索 但是無奈 他的腦部遭到子彈的貫穿 事後什麼事情都想不起來 刑事局甚至一度還請來的 催眠大師徐明幫忙 希望能夠透過催眠的方式 能夠找到鄧文昌 在腦海裡頭 最深沉的那一段 血腥的記憶 但結果 有令人振奮地發現嗎 要追凶 縣長劉邦友成為首要釐清重點 從他踏入政治界 把他的生命整個放在社會國家 就是這樣子 最後得到這樣的結果 我是覺得有點心疼 他來自桃園中立農村 父親是多年的桃園水靈會代表 因資格修改無法再選 改由劉邦友出征 從此他踏上政壇 當過縣議員 省議員 更連續當選兩屆縣長 打破桃園縣南區 從沒連任縣長的紀錄 他連任之後人家講說 他未來的出路應該還不錯 因為他在地方上在桃園 說實在話他那時候 很多開發案的話 他是雨入均傘 所以人家講說他可能 如果不過世的話 他也應該是 國民黨的一個明日執行這樣 生前很喜歡 他每次吃完東西 吃完飯的時候 挖工就拿上來 就叫記者瞎了瞎住 而且你知道像過年的時候 他就會拿現金出來 他就希望說 要來盡量贏盡量贏 過年嘛 贏一點回去當壓碎錢 香土味草根性 霸氣十足 是很多人對柳邦有的印象 吳四海不要江湖型的人物 他說實在話 他喬事情的功力 不下於我們現在講的喬王 因為他在地方上 說實在話 他是那種雨入均傘型 當時桃園許多開發案 正在規劃進行 商機龐大 像石門水庫 水源保護區的那個開發案 那個也是整片 那個也一大片 那最大還有包括之前有說 林翔坡土地開發案 還有中立憑政擴大都市計畫 還有幾前早期 現在我們講說航空城 航空城對不對 以前其實在那個亞太營運中心 那個時候就有初期的 一些概念出來 因為每個開發案 少說幾十億 大得就兩三百億 所以這些利潤這些開發案 是不是有人從中有利潤被人家打 那些年桃園沿海倒採殺石嚴重 開發案多 攸關殺石工程利益 難道龐大商機引來致命殺機 另外環中東路一帶 特種行業林立 縣府強力掃蕩拆違建 會不會是業者不滿 賣兇殺人 執行跟 就是壓力方面都沒有 有沒有業者來恐嚇 都沒有 有沒有業者來恐嚇 好不好 這哪會被受到恐嚇 做不清楚 昨天還以桃園縣縣長的身分 參加中華國術第八屆世界錦標賽的劉邦友 今天上午突然在家遭到了槍擊 劉邦友最後公開露面身影 是在事發起一天早上 而那個晚上 他還去拜訪議員 吐噴水 他說 因為差不多近一年來 他很倒楣 很多人要搞他 一直檢舉他 非把他搞死不可 把他搞死的意思就是 會讓他坐牢 並不是說要殺他 他的意思是這樣 他說連檢察官也好像說 窮摘不放 他說他真的很厭惡 他跟地方上一些大佬 大官 可能是尋求一些解決之道 或者尋問一些解決之道 可是他沒有想到說 他有預感之後 可能會發生什麼大事 可是他沒有想到說 原來後來惹來的竟然是殺這個事 現在清查的這個線索 如果要用卡車來裝的話 一個卡車裝不下去 從各種的因素 比如工程的利益 政治上的利益 還有其他的 甚至少黑的這個關係 錯綜複雜 大批警力到虎頭山全面搜索 找尋可疑提代 因為一度傳出是境外殺手 但歹徒將兩面交丟包虎頭山 或許有地緣關係 而且似乎熟知地方政治生態 秘書室裡面的秘書 好幾個秘書 他就打電話說 奇怪 縣長今天不是說要進行 進辦公室嗎 怎麼快八點了 還沒有看到人 打了電話進行 警衛室裡面那個人 接起電話來跟他講說 林慕霖找他 那林慕霖是誰 林慕霖是中立地區的議員 追可疑對象 梁美嬌在車上聽到 歹徒的對話 透露線索 講到提到劉邦尼縣長 應該是劉邦尼縣 他講說 看起來還可以 還不是被做掉 梁美嬌講到說 裡面有一個 他叫對方說老三 還是說老三 還是說客家話 或者其他地方方言 不知道 發音就很像是老三 就是老三或怎麼樣 確定裡頭有一個錯話是老三的 所以我們認為這方面 我們有整個的這個經濟 這個大概群口大概不會太多 我動員所有的 整個在經濟 第一個被抓的老三 是個治安分子叫劉邦成 怎麼樣一個關係 同一個家族 同一個家族 中親就對了 那你要叫劉邦我叫什麼 叫哥哥 叫哥哥 對 劉邦有被殺死你知不知道 知道 你是從哪裡知道的 看到高高新聞 對於刑事局 先前找到了13枚可辨識的指紋 指紋當中 表示其中有兩枚是警衛的 因此只剩下11枚指紋 在見識當中 其中並沒有事情 但今天所逮捕到 做號老三 劉邦成的指紋 當年跟勞塞 車上邊的人人自圍 當警方大力徹查時 突然偵辦方向打轉彎 案發當職的 刑事警察機場在專劉邦 他11月21號發生 這個劉邦成血案 他隔年1月 1月底就出血了 所以整個專案小組 幾乎等於是重來 就楊子晉接著刑事警察局長之後 他整個案件是重來的 刑事警察局 那時候還有省國大 省警戶處 大局進入專案小組 開始接辦的時候 才三四天的時間而已 整個專案方向轉變 180度轉變 轉變查什麼 查警衛劉明集 劉明集的這個電話部裡面 有老三的電話 原來劉明集正好認識一個老三A 線索似乎全都在一塊 專案會議 主席才是 主席就是怎樣 可能是警政署長 可能是刑事警察局長 清查劉明集案發的一些通聯 包括所有的使用電話 專案小組查出 劉明集家中開檳榔灘 偶爾他會跑腿送到賭場 其中有一個叫張仲德的很可疑 張仲德的賭場被人家衝進去 持槍衝進去搶了錢 而搶了錢他去報警 說人家講說那是警察做的 警察就是跟警察有相關 所以那時候還查了很多的風紀問題 人家就懷疑說是不是劉明集 所以他們就因為這樣去聯想 說會不會是劉明集 曾經送檳榔去那邊 因為他有賭債 結果他欠了張仲德的錢 所以他是不是乾脆找他的警察朋友 去抄了那個賭場 所以但是中間就是有這個關係座 所以張仲德因為他又是綽號老三 警方為了追棄綽號老三的張仲德 從桃園追到了花蓮 找出了張仲德的坐車 跟張仲德的太太以及朋友 然後大費周章的把人車連夜 從花蓮押到桃園 並且發出了通緝令 他說張仲德開賭場 可是他還有合夥人啊 就水仙陳鴻仙啊 那陳鴻仙他又有一個大哥叫宋新龍 宋新龍是在陽梅地區開了更大的賭場 所以是不是這樣 就一零罐一直查下去 那查下去之後 後來又查到宋新龍的一個合夥人 就是松聯邦的許德寧 錯亂名高的許德寧 那可是說實在話 宋新龍跑到大陸之後他有罕見 他後來有回來台灣大案說明 水仙陳鴻仙的話 那時候也有跟張仲德一起有偵訊嘛 有大案說明嘛 後來就排除是案的可能 可是唯一一個就是許德寧 明高許德寧 從頭到尾都沒有到案 特別查到書 能追的線索 後來紛紛出現斷點 丁學偉下了這個註解 劉邦友喜歡這個案子 說實在話是非常殘忍對不對 讓人家覺得是慘無人道對不對 可是這個案子好像 彷彿被詛咒一樣 一個很重大的詛咒 因為當時在查這個案子的時候 很多人非死即傷 對不對 有的人下場都不大好 一一盤點被調查的對象 牽扯桃園土地開發案的 四海幫助陳永和 因為他認識鄧文昌 他曾經約了鄧文昌說 給他 答應給他 餘一兩千萬的前進後進 所以說我今天 你幫我處理什麼 這塊土地開發案 包括裡面以後未來 開道路 水電 路燈 什麼各方面的那個雜項執照 一百多項的雜項執照 那你是議員對不對 你就在憲政府裡面幫我打點 在議會裡面幫我打點 他是在海鎮堡自己的餐廳裡面 被兩名殺手取殺死亡 所以當時查了這個土地開發案的過程 查到這一塊之後 斷 對 斷點 另外 查留名幾組在糾紛 一路查到綽號年高的許得年 他人呢 台北縣的石門鄉 一個廢棄空屋裡面 有一具礁石 這一具礁石 其實台北縣那個時候還依照 無名師處理還給了編號 那可是那個時候大家警方就想說 突然間想說 這個 教師 棄師 不明身分是不是要驗一下 驗一下身分 一驗就就是他們要找個許得年 是不是 這些人被殺人滅頭 我不知道 因為這個案子沒有 可是至少說跟這個案子 碰到比較有接近關鍵的點的人 你看就是下場都不是很好 在學期間 與錦川同學誰誰誰教我 細到這種 對啊 還有83年 金某人介紹怎麼打麻將 你認識的誰誰誰 所以我就跟你說當時 繼續迷 為什麼從留名幾身上 就遠征出 兩天多條資料去 觀察留名幾組耗費多少幾例 線索砸亂 一年一年過去 桃園縣長公關血案 遲遲未能偵破 問題在哪 你只要縱觀整個 劉邦有血案 當初在辦案的時候 我只能用四個字來形容 那四個字叫做 每天晚上 桃園縣境內 所有的酒店 KTV特種行業 大規模臨檢 就我每天去KTV 要等大家 人臨檢而已 他們是說 希望說能夠在臨檢過程中 能夠找到重要關係 我說今天殺了這麼多人 他會沒事跑去KTV 讓給臨檢 所以那個整個辦案 這個方式就很好笑 你浪費這些警力 勞殺 勞殺什麼 這個是什麼你知道嗎 這個是冠妾 或者是強盜 他們有到監獄服刑過 以後出來的官用名 我們長官沒有深入去問 基層偵辦人員 他們在問 歹徒之間的稱呼 他絕對不會叫名字 都會叫代號 這個就是歹徒最希望你走錯方向 一開始我全方位都在查 這樣的話分散力量 就都散掉了 可惜啊 你光是全國找這個撈殺的 找了那麼多人 壓了那麼多 然後把所有的賭場的老闆 都抓來了 然後沒有一個有結果的 那實際上浪費太多時間在上面 時間久了 訊息沒了 苦無對策的警方高層 腦筋甚至動到令媒身上 最好笑的是有的員警 那時候私底下就跟我講一個笑話 他說有一天 這個令媒就 跟我們警政的高層講說 他找了他的師兄師姐 功力更高深 他們今天要來發功 這個兇手 就警方往東北方方向走 他在東北方 而且他的長相是 留著長頭髮 留著鬍子 年紀大概三十幾歲 找了之後那天晚上 帶回來在那個警局大禮堂裡面 帶回來一百多個人 一個人身分證資料抄一抄 發一個便當就請他走 為什麼全部都流浪漢啊 所以那個員警就在想說 這根本就叫做 可以叫做魯兵訊樁案 對不對 找回來一堆的魯兵訊 你說這個 這就是發功的結果 而警方本來寄望 從死神手中搶救回來的鄧文昌 能提供破案契機 無奈 他語言跟記憶功能 嚴重受損 未能及時幫上忙 再經過長期復健 據傳能看盤玩股票 逐漸記得親友 然而十多年後 專案小組找上催眠大師徐明協助 想讓鄧文昌的記憶 回到邪案發生那天 這麼大的power進去 那個子彈進去嘛 他的神經全部燒壞 不肯密心血 但是他對日常生活沒有影響啊 原始的本能都不會有問題 但是他對於記憶的提取跟儲存 有很大的問題 那我就提不出這個資料 因為整個記憶過的路線全壞掉了 桃園現場官邸在發生命案之後 在當地就不時傳出靈異的傳聞 而如今這個地址已經改建成了 桃園市警察局的警政大樓了 不過依然保留了當年特別設置的 1121專案的辦公室 專案小組仍不放棄會有破案的那一天 就在劉邦友機制法會中 五年前協案現場之一的警衛室地面 被飄來的火苗燒得焦黑一片 突然間來了一陣風 壞風這樣 把那個紙錢就捲起來 一捲之後那個整個紙錢 就往那個警衛室那個方向飄來 縣長公館血案近日法會紙錢 火燒警衛室 有人解讀18名死者死不瞑目 更有人彗聲彗影 公館鬼影床床 當年附近住戶為求新安 掛滿各種避邪法器 廢棄的縣長公館被視為 一森兄宅 當時桃園縣長朱立倫決定 拆除改建為警政大樓 要該拜的 該做的事情 一日也都做了 可是那個怪手來現場 竟然怪手到門口 就開不過去那個大門 所以他們就覺得很奇怪 是不是劉縣長不答應那個 拆除了那個工作團隊 只要今天要去上班 要去上工的話 不是肚子痛 腸胃炎 就是哪裡不舒服 開除的功能發現是 屬於屬於他的八隻帽 然後他們就趕快去找名字 當他整個刑案解除的時候 我們進去很多次 就不覺得怎麼樣 可能都是一兒傳兒 2008年 新大樓熱鬧啟用 當年的警政署長侯詠儀 特地送來關公槍 其實寫案五周年時 他擔任桃園市警察局長時 就一心想破案 來到桃園市的警政大樓 一樓大廳映入眼淚了 就是這麼一大尊的關公像 矗立在這個位置 而後方還有大大的警徽 事實上會設置在這個位置 是大有玄機 因為當年桃園縣長劉邦 有公管寫案 發生的事發警衛事 範圍就大概是在這個區塊 氣而不捨服妖魔 對 用一個紅布蓋起來 那天送來那個 觀光箱擺在那邊的時候 那很多記者就發現說 他的照相機沒有辦法壓 快門壓不下去 就覺得很奇怪 他怎麼壞掉相機 不可能這一排記者的相機都壞掉 後來那個觀光箱一揭開之後 所有人的相機 竟然都可以拍了 所以他們就覺得很邪門 搬到大樓的時候 半夜有的時候下班 桌電梯要下去 地下是二樓或是三樓 就停住了 我們會新的大樓 就突然電梯就鋪上 有一點忙忙的 行警隊的那個員警 趴在桌上之後打個顆碎 突然間就好像地震一樣 他的那個茶杯 就一直咬 他覺得誰在二桌劇 沒踢他的桌子都幹什麼 沒有桌子沒動 趴在那邊沒動 就那個杯子會搖 長官見他講說 劉縣長叫你不要投籃 會選擇 好好辦案子這樣 雖然是個玩笑話 可是就是裡面發生很多 那不可思議 新建的景震大樓 帶來新氣象 回別縣長公關協案陰霾 可是當年特別設置 一一二一專案辦公室 依然還在 等著案件水落時出 真相大白的一天 在2016年 新北市議員林國春 他收到了一封檢舉信 內容驚爆 當年的劉邦友官邸寫案 其實就是一樁討債的糾紛 所以一度燃起的破案的希望 不過刑事局在傳喚相關人 等到案說明之後 已經排除涉案的可能性 而全案恐怕是再度回到了原點 而這段時間 我還是一間最終完整的 我還是每次都回到 我還是每次都回到 裡頭看 為了一天 我還是要來 看見 他大概有个概念 他就编撰一个故事 诊医这种东西来讲的话 你没有比较具体的 或者是说警方不知道的东西 那所指的这种案子 只能当作消化 那你也是浪费警方的识源 刘邦有公管血案 台湾治安史上的痛 23个年头过去 仍是重大悬案 这个案件得到了很大的教训 就是现场要处理的时候 如何做到那么精准 不要被破坏 这个案件是不得不的 会有某种的破坏 没有办法百分百 对 还好他有录影下来 行政院会2018年通过 刑法部分条文修正查案 犯罪重本行为死刑 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之罪 而且发生死亡结果者 取消30年追溯期 也就是说刘邦有血案 没有追溯期限 杨日中法律经去解放 我只有我一个记者 在现场 其实我那时候有末导说 刘邦长因为依照你的那种个性 谁给你求 谁给你抬 你应该去找出来了 那现在就只要等枪出来 枪出来 看能不能再对到 那接下来就是 有没有哪一天DNA 有对到可以的线乱 然后再来找他的职位 我们去对对看 一年又一年的过去 没有真相 当然我们会失望 但失望之中 我们也不 不去失望 不去绝望 因为我们总是希望 能够有一真相大白的一天 台中这一名18岁的高中生 他离奇坠楼死亡 不过整起的命案充满了疑点 他的妈妈胜泪俱下地 举行了这次记者会 控诉他的儿子 恐怕是遭到了加工杀害 而凶手很有可能就是 这一名下姓男子 而他的爸爸 就是帮忙赖家处理房产的代书 所以事实上 这名下姓男子 和死者两个人并不熟识 在命案发生的当天早上 却借故地要处理房产的事情 把死者约出门了 但没有想到 两个人后来竟然跑到了 护正事务所 去办理结婚 连见证人都是路上 临时找来的陌生人 死者的妈妈说 这太奇怪了 因为他的儿子明明是一行恋 在高二的时候 还曾经因为追求女生失败 伤心不过 这件事情 校方也证实了 怎么可能突然之间 就转变了形象呢 尤其是整个结婚的过程 太荒谬 要知道 当天早上死者 刚刚过世的父亲要入塔 做儿子的 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 跑去跟另外一个男生结婚呢 而更怪的事情还在后头 因为根据这名下姓男子的说法 他们结婚之后 就一块地回到下姓男子 位在这个社区的住处 死者当时一个人 坐在客厅喝酒 但是没想到竟然 就从十楼的阳台 跳下去了 这个说法 死者的母亲 他完全没有办法接受 他说儿子今年已经透过了 繁星计划 录取了一间私立大学 他的大学生活 才正要展开 他根本没有任何 跳楼轻声的理由 除了缺乏轻声的动机之外 法医高大臣也在看过现场之后 他提出了六大疑点 包括是如果从十楼坠落 怎么可能全身上下 只有一只手骨折 而且还不是开放性的骨折 所以当救货人员赶到现场 在第一时间 还以为是鹿岛事件 所以高大臣他怀疑 死者可能是招人下毒之后 被呆到比较低的楼层 然后再被丢下来 否则以十楼坠落下来的重力加速度 这个草地怎么没有凹进去了 而且更诡异的是 画面上看到 这块草坯就凸了这一块 高大臣怀疑 这可能就是下毒的证据 怎么说呢 连草都被死者的呕吐给毒死了 所以针对家属的指控 检警现在已经展开了侦办 召开了侦察庭 传唤下信父子 到来说明 但我的胸刺痛 我的胸已经凹身体了 我刺到这一块十八 我真的没办法接受了 赖妈妈哭诉 18岁的儿子 即将从高三毕业 要进大学展开新的人生 却被发现 导卧台中这一栋社区一楼 没了呼吸心跳 一开始 明州以为是鹿岛通报已久 发现已经死亡 葬礼社先以文明事处理 后来这位夏先生出现 说死者是从十楼坠下 葬礼社人员直觉 不退进 得知死者身份后 警察同志家属赖妈妈吓坏了 高中生的爸爸之前过世 当天上午骨灰坛准备进塔 却找不到儿子来庞道 不久后竟然是接到儿子死了二号 赖姓高中生那天带了证件 搭上下信地震室助理的机车 本来说要去办房产的事 怎么两人跑到护证事务所登记结婚 甚至两个小时之后 赖姓高中生居然沉湿 新婚丈夫住家社区的一楼 她的朋友 为什么她之后就没关聂家 夏姓男子的爸爸是地震室 他则是地震室助理 父子两过去帮赖家处理房地产 因此双方认识 只不过赖姓高中生家属控诉 疑点重重 前一人的答辩是说 这两个证人是他们在路上 生机乱交的 但是这个家属完全没有办法同意 据了解 结婚证人一位是在朝商找的 另一位是在护证事务所临时拜托的 人生大事如此仓促 况且赖同学的爸爸刚过世 为什么扶苍旗急着结婚 又为什么会在结婚后才两小时 却要亲生 赖妈妈翻找儿子深浅日记 透露曾因暗恋女同学失恋找老师辅导 外传情商让她走上绝路 家属说赖同学早就回避过去 她活泼外向 曾当过体育股长 在校成绩不错也已经考上私立大学 上个月才考到机车驾照 说要带妈妈出去玩 下戏男子说 当天死者喝了两瓶啤酒喝去洗澡 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 但家属说赖同学平常没有喝酒习惯 怀疑是不是被下药 据传检警已经掌握到事发大楼的监视器 十楼阳台跟栏杆附近也采集到清晰完整的指纹掌纹以及鞋印 检警跟媒体透露出来的在这个下姓男子的他那个十楼的客厅的桌上 那一罐啤酒 那外面跟里面DNA是属于赖姓高中生所有 而这个好像是一百二三十公分的这个阳台啊 上面有掌印也是赖姓高中生的掌印 听说还有鞋印 那么有个刮叉痕 代表他有采到了指纹 这个鞋印 另外呢还有一些包含掌纹等等这些 都是可以比对的 那可以比对里面就参专一个问题 对出来到底是谁的 如果都是那个姓赖的 赖的 那我要看他脚印在哪个位置 如果他是在那个露台 我在怀疑他那个围墙外面有一个露台 如果如果两个平整的贴在那个地面的话 那他就已经站在那里了 那他爬过去已经站在那边 然后准备要跳下去 所以呢 这一部分呢 基本上要看那个比对的结果是什么 但是如果后面还有的那个姓夏的 对不对 姓夏的有他的指纹掌 我们要研探他的动作 知识跟那个方向 简单讲 有没有从后面推理一把 这些就很难说了 在他迷迷糊糊的时候还是怎么样 所以这些都是 见识人员最基本要做的 伤势太可疑 法医高大臣接受家属委托 重回现场勘验 当天赖同学被发现时 与趴沃滋沉湿在草地 高大臣研判若从十楼坠下应该是趴雾线 坠楼点至少距离建筑物三到四公尺 再来这么高坠楼死者只有右手骨折背部两条刮伤 太不寻常 整个大体看起来 他没有奴隶出血 整个连看起来没有小毛炎 然后腹部也没有什么出血 所以不太像十楼下来 高大臣从死者身上的伤势 怀疑是不是有人从低楼层将他抛下 撞到汙纹或掉落 他听到蹦的一些很大的一些 你从央看下人看到骨子吗 哦 那个是看不大的 高大臣仔细看了死者倒卧处 如果以他五十公斤重力加速度坠落 沉湿处的草地应该会凹陷一些 非但没有 更奇怪的是怎么吐了一块 高大臣进一步的指出 如果真的是被下毒 那么有可能是吹牙剂 为什么怀疑是吹牙剂呢 因为在死者胃里头有酒精反应 是单纯的喝进肚子里头的啤酒 还是有其他的可能性呢 比方像是啤酒 它里头如果被加了吹牙剂 那么吹牙剂是一种毒性很强的农药 只要10cc就足以致命了 而且这种吹牙剂在进入人体之后 它会代谢成了酒精 等于是杀人于无形 所以高大臣他呼吁检请侦办的时候 千万不能错过任何细节 如果这真的是一起谋财害命的命案 那么杀人动机恐怕就是因为这名18岁的高中生 他却拥有5亿元的房产 甚至有团言 10亿50亿百亿都有可能 因为死者的生父 也就是他的阿公 为什么死者的生父也是他的阿公呢 因为当年阿公跟自己的媳妇乱人发生的关系 最后生下了死者 所以在这个复杂的人人关系当中 死者的生父既是他的爸爸 也是他的阿公 是靠着年迷厂起家之后 大量的买卖土地 却累积了相当可观的财富 而被家属怀疑加工杀人的下姓男子呢 他的父亲就是帮死者的生父 去处理整个房产事务的代书 所以对于赖家的财务状况 他是一清二楚 而他的儿子突然之间 把死者带去登记结婚 这动机显然就不单纯了 因此家属要求检警要进行策谎 并且公开的呼吁 在案犯的当天 所有经过这个命案现场的民众 能够提供行车记录器 协助还原事实的真相 对赖姓高中生的死 家属质疑不单纯 因为他的父亲生前陆续将 30几笔不动产赠予给他 一开始保守估计至少5亿元以上 相关专业人士重新评估 市价相当惊人 他不只是5亿12亿 他可能身价5亿 下信地正是他的爸爸 在2012年2013年的时候 高中生的爸爸 也就是他拿工 名义上拿工 实际上的一个生父 处理一个建案 是在台中市里面 一个精华区的建案 那那块土地呢 当时候处分 有两亿的现金 总销大概是一两百亿的金额 以他的土地来key point的话 可能还会分到将近百亿 一个18岁 涉事卫生的高中生 拥有这么巨儿的财产 会是他丧命的原因吗 他的阿公也说他的爸爸 身边的所有的人 搞不好都没有这个 他没有这个下信地正事 这么清楚 因为当初这个土地 听说就是他们家来处理的 你处理完之后呢 你就会很清楚地知道说 你的土地库存有多少 你的房屋的建物有多少 然后还有准备要key point的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出来之后呢 才是惊人的 你没有谋财害命 而且知法弯法的可能 依照给他配偶 作为当然继承人的规定 来去继承这一笔 是试驾高达五亿元以上的资产 家属扣诉 所有谜团都围绕在 新婚丈夫下信男子身上 对他提告杀人罪 叫先生你 你爱赖先生吗 先生是民徒弟 他在你家为什么非玩 父子俩出席侦察庭面对媒体不发抑郁 强调案件侦察中交友检警离青 检察官历经五个小时反复训问 仍然留下许波谜团 他就以说你才刚成年 还不太会保管财产为由 把他所有的权状 统统放在他跟他父亲的事务所的保管箱里面 我们希望他们把权状归还 但是他们完全拒绝 照片中赖老先生跟太太坐着怀中男人就是赖同学小时候 一旁站着的是老先生的儿子当时甜蜜合照 事后阿嬷才晓得他以为的孙子竟然是老公跟媳妇所生下的赖姓高中生 名义上的爷爷其实是他血缘上的父亲 赖同学家过去就发生争产风波 现在他的大陆籍妈妈已经不是大陆籍 也因为跟公共不伦练 台湾拘留证被撤销等于是人穷 明法里面规定一个人去世了以后 Kill是当然的继承人 仅介而来是这个直系血亲 非亲属就是子女 再来就是父母 陈姓女子她本身是不是赖姓高中生的妈妈 是啊 因为她如果回去扮有现在她是中国国籍的话 就是只能领200万 外国人继承台湾的相关的不动产土地 你必须是平等互惠之国家 来了 平等互惠之国家 她没有国家 她没有国家 至于赖同学的新婚丈夫 能不能继承巨人财产 她被法院认定 她是有涉嫌杀人罪的时候 这时候在妈妈这边可以主张她丧失继承权 所以她就不能去继承这个高中生的遗产 家族呢有提出一些 九点呢需要检察官能够再查清楚的 九检察官说我们还会再查 总共有十四点的警方也查他的手机 手机又查了手机 即使你把信息弄掉 现在数位建筑 还是可以回来的 可以回来的 你说跟谁联络可以回来的 最后呢她的家族有提出来 就是呢要测房 我觉得测房倒是可以试试看的 另外呢她现在家族也要征求说 有没有其他的路过的人 有没有那个监视器 车上的监视器 可是问题是虽然下信男子 他现在用三十万交保列为 当然按照这个前一份被告 爸爸是这个证人 如果解剖报告一出来 没有任何这个机证显示 也没有直接跟间接的机证显示 那非常可能这两小时的婚姻 有可能变成这几十亿 甚至百亿的土地 好 赖金高中生究竟是跳楼轻生 还是死后被人丢下楼 有在检警进一步的抽丝拨截 而事实上过去也有类似的坠落事件 我们看到这个伤心的妈妈 到现在还在等待一个真相 这个事情发生在2013年 桃园这名16岁的少女 她离奇的失踪 等到被发现的时候 她是城市在社区外的一个草床 检警在第一时间的判断是 这名少女很可能是从草地旁边的 这一栋大楼上面跳下来的 怀疑她可能是跳楼轻生 但是做妈妈的不能够接受 她说女儿最后被充满热忱 她才刚刚考到了两张丙级的证照 根本不可能轻生 而同时间法医高大者 她从现场城市的位置 距离外墙有3.6公尺来判断 她说如果是自己跳下来的 以抛物线来推估她的弱点 这个距离根本不合理 另外死者身上发现了刀伤 还有她手上握着水果刀来判断 高大神认为这很有可能是一起凶杀命令 早上9点多杨妈妈跟女儿通过电话后 就去忙工作 中午休息时间到了 她打个电话关心一下女儿吃饭没 却找不到人 女儿从来不曾这样 杨妈妈担心到处寻找 打电话问同学没人知道她下落 当天晚上交集到派出所备案 她就立刻查出来了 她说她一整天都没有离开我们那个社区 发现200里 她就在我们社区附近旁边而已 我听了傻眼而已 怎么这样子 但是杨妈妈找遍了整个社区和周边 都看不到女儿的踪影 一整晚担心的睡不着 隔天又开着车 像是无头苍蝇一样到处找人 毫无头绪下 她跑到庙里求神问鼓 我就说如果她真的已经不在人之间了 请你给我三个圣杯吧 我也是堵了那口气了 因为我已经找小孩找到疯了 结果真的给我三个圣杯 我收乱桥了 不想接受这个答案 杨妈妈告诉自己要抱持着希望 然而31号傍晚 社区住户晾衣服时 看见有人趴在后方草丛里 一动也不动赶快报警 杨妈妈接到消息 心里有骨不想欲感 悬着一颗心通知前夫 赶快去确认 一步步走向竹林 杨妈妈心情脚步跟着沉重 看到女儿躺握草丛内 心都碎了 我看到我女儿 我真的是傻了 全身爬满了蚂蚁 眼睛真的很大 而且全身也都撕斑 我觉得哪有可能前一天才跟我说 要去帮阿公做生日 怎么 怎么 我找到她的时候是这个样子 就在那个点 现在已经挖勾勾了 对 很好认 3.6公尺 多年后事发草丛已经变了 杨妈妈还是能一眼认出 女儿趴握的位置 当年空地砸草丛声 位在社区后方 很少人进出这里 杨小妹被发现时趴握草丛中 手机跟家钥匙掉落在一旁 右手手心朝上 有把水果刀在上面 没有彩获任何的指挥 那这把刀子 据使者的母亲公称 是这个她家中使用的刀子 周围杂草完整 没被践踏过 监警研判 这里是第一现场 那为什么她趴握在草丛 监警抬头一看 莫非是从楼上坠落下来 那我们先检视尸体 那我们也有一一的跟她搜证 有关于她身上的所有的 所有的状况 通通有一一的跟她搜证 后来到顶楼的时候 也有针对顶楼的一些激震 那一一的都有踩证 警方来到顶楼环顾四周 杨小妹的项链 平整的摆在围墙上 一旁水管上采集到鞋印 一比对 跟杨小妹脚上穿的鞋底 是一样的 杨小妹家住在社区的左侧大楼 人却沉湿在对面的 右侧大楼后方草丛 趴握在距离大楼3.6公尺处 而大楼围墙到地面 大约18.83公尺高 监警开演现场 没有打斗 也没有其他人出现过的跡象 该不会是轻声 是因为课业压力吗 她就想要听回去高雄图 参理大学高雄参理大学 我说那间你要很听 这是她自己的方向 不是我设定的方向 杨小妹笑容甜美 有交男朋友 会是为情所困吗 检井调月生前通年记录 那天凌晨她打给男友 却是诉苦觉得家里压力大 约她离家出走 但对方没答应 几个小时后 杨小妹跟网友电话中说 跟男朋友分手心情不好 接着赖传讯息提到 累不想活等自愿 似乎曾有轻声念头 她跟她男朋友 就小两口痘痘嘴吵吵架 不至于要去亲生吧 我跟我前夫已经吵了很久了 从小到大她都知道 对 所以她并不会因为这个原因 客业也不会 因为客业是她自己追求的 感情 我没有反对她跟她男朋友的交往 我只是说年纪还小 以客业为重 这也是她的遗物 杨妈妈有好多疑问 重新检视证据 项链上没指纹 不但没有别人的 怎么连女儿的也没有 而且词扣那天 她还拿在手上进出大楼 怎么也没有杨小妹的指纹 警方只有说她的珠子太小了 不能查出指纹 可是词扣那么大 为什么也没有指纹 刀柄那么长 为什么也没有指纹 奇怪了 水果刀不是杨小妹紧握 一起坠落 就是有人放到她的手上 没有踩到别人的指纹 那应该是杨小妹紧握着 怎么连她的指纹都没有 这是不是人家顾不已正 把她所有 会有指纹的地方都擦拭过了 杨妈妈在想想 这把刀的出现很诡异 我前一天晚上有做糕点 我刀 我有几支刀子是放桌上的 她要自杀随便桌上就抽 抽我放的就好了 都是收在洗手台下面啊 不常使用那一支啊 对啊 所以就觉得超级不合理 重新回到顶楼围墙 一旁水管上鞋印 杨妈妈找到跟女儿同款式的鞋子 模拟鞋印位置 某鞋印的方向 不是朝墙面 而是朝社区里面 倒向的 往后倾倒的 没有人自杀会是做这种 往后倾倒的方向 杨妈妈觉得有太多疑点 检警没有交代清楚 检察官开车的 王正明写死因不详 担心女儿火化证据没了 她一直将女儿兵存着 后来检警判定 当天杨小妹从家里拿出水果刀 上到顶楼也很想轻声 但不知为何改变念头 摆好了项链 踏上水管 踩上围墙 一跃而下 但这答案杨妈妈怎么能接受 她鉴定报告出来给我 就是判定她由高处罪楼判定自杀 我哥哥就去拜托高大臣法医 高大臣法医没多久她就来了 来到现场 她自己也拿尺过来量3.6公尺 自己趴在那边 高大臣去到现场 趴窝在杨小妹诚实位置 立刻察觉可疑 就从六楼下来的时候 她距离这个建筑也 不会超过三公尺 可是她最后在3.6公尺 我们没楼 就是在两公斤至两公斤就过 一直在楼不超过三公斤 在三公斤 八楼这里三公斤 三公斤 三公斤 因为12楼到四公斤 她在这里 她在8到12楼之间 跑路线连离 我们知道说 这有问题 她质疑 杨小妹自己跳下 城市距离不会这么远 应该有外力介入 然而检井勘验证定 无法从城市距离大楼的位置 研判是轻生还是他杀 但高大成还有许多质疑 是成锤子 一般是想起来 我会这样而已 我会这样 不说这样跳 她平行的时候明显 所以我会怪怪 16岁少女之死 引发两个法医论战 背部有三条抓痕 手上有一条抓痕 刚好靠上去 然后跳下去的时候 刚好压到了 所以她那个就是 很明显的一个 刀子的一个压痕 所以很可能她是 还是在这个围墙的旁边 在那里挣扎的事 所造成的 杨小妹背后三道伤痕 检警还有一个说法 是坠漏时弄伤的 杨妈妈怎么看 觉得怎么怪 后面三道伤痕的指示是 它跌落 那边可能撞到 铁窗 冷气去刮的 可是并没有 它坠落的那个点 刚好通通都避开了 冷气还有那个铁窗 轻生或者是不小心坠漏 可是它坠下去 还是有意思 所以它可能会是在 都在关节处 可是妹妹的状况 她是在 断在这 他在断在这 是 所以这样子的可能性就是 就是已经 失去平衡的最大 就是说 既然上了 对对对 以外大部分都靠近建筑 他一直在建筑 所以我管理 对 但是实际上每一个人 就像你跳水一样 你就可以感觉到 虽然你这脚向下 但是跌倒的时候 到下去的时候 通常还是会歪一边 所以很少是会直接的这样 将我们就直接下去 高大臣 相念杨小妹的遗体 发现 严重疏失 最主要就是要 确认她死亡时间 是 我从事也不包括 从头到尾都没有看到 死亡时间 她就是要怎么抓住 所以她有点不是直线这样子 有点 她可能是要来抓 对吧 她就突然 所以有点 有一点圆 有一点圆 不是直线 这边也是三爪 扣内衣的那边 从那边抓下来的 然后我就觉得 大概有这么长吧 背部有山导状 手背有一个抓痕 然后既然这个死者的指甲 表示他根本要有争吵 在深浅 对不对 那你指甲都没有剪 因为已经跟争吵 一定根本要有皮屑 对 会有皮屑在里面 对吧 她都没去做 她都没去做 所以我当场 就把指甲剪下 我就怕剪了 她都不相信 我就一面照这个死者的缘 跟手一起 跟剪了手一起 跟她留情 就好一点 检验后查出 杨小妹指甲内 有一组男性 一组女性的DNA 他人的DNA留在指缝内 显然经过一定程度接触 不是轻轻触碰 就会留下 综合所有疑点 高大成大胆假设 一组男女 刚好从两边出口 把她夹住 然后她刚好就坐在那个 就是围墙上面 不是坐 她就爬上去 那两个人不一定要推她 可是说你不能摸摸摸摸 所以要去腰 所以电动就摘下去 所以叫腰 所以腰一下腰 腰一下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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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这样的感觉 然后 那一条紫水晶项链 是她都不离身的 她的项链 只是用一个扭扣结而已 随便一扯 就会断掉了 所以我觉得 是当时候 人家跟她起针子的时候 把她的项链拉下来 然后最后要顾步一阵 放在她旁边的柱子上面 这时候 杨妈妈重新看了一次 女儿失踪当天 进电梯前 这个回眸 更不过境 皈依的神情 被媒体形容是 台版的蓝可儿事件 我女儿为什么一直往后面看 是有人在跟踪她 还是她曾经被人家尾随过 所以她要一直往后面去看 是不是有人追过蓝之类的 然后到了最后一个画面 她往楼梯口上面看 是不是曾经有人在那边等着她 所以她要注意一下 那个地方 有没有人藏匿在那里 好 当时在电梯的外面 没有被拍到那个地方 难道真的有一个人在等她吗 那个人又会是谁呢 后来在杨姓少女的指甲里头 验出了男性的DNA 而这个男性 很有可能就是站在电梯外面 那个人吗 杨妈妈怀疑那个人 很有可能就是社区里头的 无姓少女 不过这名无姓少女 后来出面否认犯案 她还提出了当天的 不在场证明 让整个案情再度陷入了焦灼 而事实上过去这么多年来 杨妈妈为了找出女儿死亡的真相 她划过了积蓄 甚至还被怀疑 她是为了领保险金才会坚持她杀 而杨妈妈说只要给她真相 外界这些压力这些指控 她都无所谓 杨小妹不安的神情 是看见了谁让她那么忧心 杨妈妈脑海中浮现一名社区内的 无姓少女 她们是同年级 同学校 从国中的时候 这个无姓少女就是爱慕她 常常就是纠缠她 那种骚扰比较疯狂的一点 加上那时候监视器画面 是连结电视的 所以只要打开电视 就看得到监视器 就可以掌握我女儿的心中 杨妈妈控诉无姓少年有动机 调阅出无姓少年 当天进出大楼的画面 察觉有意 她公词和监视器画面 不符合 她说她一大早就离家去学校了 然后有属修 可是社区监视器拍下 吴同学当天下午五点多 跟妈妈一块出门 杨妈妈怀疑她有所隐瞒 再联想到爱慕杨小妹 曾被杨爸爸警告过 是不是怀恨在心 我觉得她好像就是 一直在虚盖着她的事实一样 然而法官调查后 跟检警一样 认定杨小妹亲身的可能性大 再加上无姓少年的DNA 跟杨小妹指缝内的DNA型别不符 最后排除她涉案 至于其他怀疑对象 经过DNA确认也通通不符合 案子历经两任检察官侦查 一任法庭审理 最后只确认杨小妹指甲内的DNA 女性的属于她自己的 但另一组DNA 查验过相关怀疑对象都不符合 好继续我们来看这一段电梯里头的监视器画面 至今依旧是一个难解的图 我们看到有一对母女她们走进了电梯 妈妈接着就把自己还有女儿的外套跟鞋子都脱掉了 我奇怪的是那个时候是冬天天气蛮冷的 她们为什么要把外套鞋都脱掉呢 这个行为太诡异了 而在电梯到了11楼之后 我们看到这对母女俩 她们光着脚丫子就走出了电梯 然后就仿佛人间蒸发母女都不见了 直到今天这一失踪案件依旧是在科学办案上面 没有办法解释的一个谜团 彰化舍头乡下这处透天错 原本住着张姓男子一家人 她和太太刘欣夫人生下三个小孩 平常张姓男子爱喝酒 夫妻俩偶尔会为此起争执 2008年1月20号那天傍晚 两人又吵了一架 你们两个是有完结还是怎样 有个条 那当初是有什么情形 我也不知道 没啦 我的意思是 那天是有什么关系就对了 我也要去那里了 老头买在台湾结实义 他要回去老母海 一招在这种旅 那天有说要去哪里 没说 没说就 我有 我跟他家人生生的女孩 过去我当妈那边 因为刘欣夫人的娘家 就距离一家车程三分钟左右 张姓男子以为太太回家找妈妈诉苦 气消了就没事 可是太太跟女儿一直没回家 张姓男子焦急到岳母家找人 去了才知道太太不但没有回娘家 也没有去找朋友 赶快到派出所报案 富人明明住在彰化社图乡 车却停在八公里外的彰化园林镇 是去找朋友的吗 警方先钓越大楼监视器 确认娘儿情统 同时询问家属 他到这栋大楼来做什么 你怎么去过 太太怎么回事 我就不知道 连一个朋友都没有住在哪里 所以他为什么会去哪里也不晓得 是夫妻离家又带着这个小孩 我们直觉上是比较认为说 他会不会说要想不开 要这大楼那边去做楼层 又因为那边的地势 在园林地区来讲算是楼层高的 警方仔仔细细 每个监视器过滤进出人员 找到大楼电梯内这支监视器镜头 拍到刘姓夫人抱着女儿进电梯 但举止诡异 走得很快走得很急 这几乎有看到 这有一个问题 那直到电梯里面的时候 他开始帮自己脱下衣服 自己脱下衣服还把 当时是冬天 他还把女儿的衣服脱掉 丢在电梯的地板上 然后还把鞋子脱了 然后就走出去 这个是让我们觉得最匪夷所思 为什么他要急匆匆进去 然后还要脱掉衣服 脱掉鞋子 把那个东西留在原地之后走出去 这个 今天这是冬天 是 是冬天 所以这是对人 让人家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子 1月份天气震寒了 为什么要脱掉外套又脱鞋子 更奇怪的是 搭上电梯到11楼 母女俩出去后留下的这段画面 居然是最后一段生意 这个是11楼 然后监视器照过来 他是有照到他从这个电梯走出来 往这个方向 找出来 那右边这个就是安全梯 是 安全梯这边是没有监视器的 左边这边跟右边这边都是祝福 没路可通 没路可通 他只有走这里 然后他在电梯 他是有放他外套跟拖鞋 可是他是从这个安全梯这边消失的 这一对母女进去以后就没有看到出来的 尤其最主要是出来的这个状况 都没有 那应该就是在这个大楼里面 怎么会突然间就人间蒸花 这个是我们很怀疑的一点 一般来讲都是市中人口 可是这个人命贯天 所以媒体有很高度的重视 因为这件案子很回忆所思 很多的疑点 好 这对母女走出了电梯 她们能去哪里呢 当年的办案人员把所有可能性的通道 统统都走过一遍 到最后还是想不通 这对母女 她们是怎么可能从这栋大楼 停空的消失呢 而当时警方判断 如果是自己主动消失 自己不想被找到 那么妈妈不管什么样的理由 她想要带着女儿离家出走 她为什么要骑着摩托车 然后骑到了这栋大楼 留下了机车 还有这一段电梯的监视计划 这两条线索呢 但如果她们是被动消失呢 那就可能是一起刑事案件 那么又会是谁 要让这对母女消失呢 来这边看一下 这边思想的地方来 来这边看一下 那我们在想说 她会不会去寻短 所以我们就赶快到顶楼 整个周间的顶楼有电锁 还有它的消防的通风口 还有铁塔 尤其是水塔 因为我华语说水塔里面 它会跑到水塔打开 可是水塔是上锁的 后来我们有开了水塔以后 打开看 也没有啊 跟隔壁相连的 就是这一栋三四楼 四楼的这个 这边又有防火像 所以她要从这边 跳过这边是不可能的 那边有可能 从二三楼 比较低的楼层过来吗 那是有住人啊 有大人啊 人可能不可能有这味 顶楼没有藏身处 攀爬到隔壁洞 那也不可能 那大楼还有什么 其他出入口呢 警方大队人啊 前往地下一楼查看 下水道的人孔盖 它那个盖子很重 那个凭一个妇女拿不起来 也不可能把它拿起来以后 跑到人孔盖去做 做什么想长不开的事情 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也排除 汽车升降机 我们是有怀疑说 升降机它有一些 监视器头的 这个录影 吊液啊 也没有发现说 它唯一的可能就是说 是不是它坐车子 然后就从车子出去 就看不到啊 可是它这个部分啊 车子的部分车主啊 还有它的监视器 结果也没有发现说 它有坐车子出去的迹象 最后一个可能离开大楼的后门 在地下二楼 能够通往隔壁大楼 会不会是从那边离开的 它通往二楼有一个后门的安全门 这个安全门也上锁了 而且已经灰尘了 它可以通到旁边的一个撞球场 多年都没有使用 而且也没有开过的痕迹 对 都是灰尘啊 对 所以那边等于说都没有人出路了 就是已经都封死掉了 唯一的那个后门那边 也不可能说从那边 每个可能离开的管道都查过了 大楼前门的监视器 没故障却也没拍到 实在是太奇怪了 警方大胆假设 那么人应该还在大楼内 挨家挨户按门铃查访 就先从母女俩最后现身的 十一楼开始问 这个有点痕 有点痕 8点多 快9点的时候 8点多的时候 没有 我接上班了 都没有人认识这个 这位流姓的妇女 这个她的母女 所以他们都不认识她 那就很奇怪了 为什么都不认识她 当然她也没有地缘关系 为什么会跑来这栋大楼 周遭附近的一个老百姓的查房 住户 百间市区的调阅等等 这部分我们做了好几个月的一个努力 其实本来是没有发现所有特殊的一个突破 日子久了 大家逐渐淡忘 这一对失踪的母女俩 直到事发五年后 蓝可儿的事件爆发 踏进电梯后 横按各楼层 又不时探出出去 然后似乎很紧张地躲在电梯角落 接着又走到电梯外 东张西望 还出现双手挥舞折手掌的散场举动 加拿大旅客兰可儿在美国赛希尔饭店内 电梯里的诡异举止让民众联想到 那时候刘信夫人的不寻常举动 先脱了自己外套 又帮女儿脱外套 最后才脱了脱鞋 为什么要脱外套 要脱鞋子 所以我们就直觉 比较说怀疑说 一种可能就是 顾不一顿 让人家找不到她 顾不一顿 那她应该要就是变装啊 或是什么的 她也没有变装 她有带任何的所有的行李 或是任何的东西进去 或什么 也都没有 就很奇怪啊 所以这个就是 来警戒那么多年 也是碰到这个 也是很诡异的事情 科学没有找到证据 超自然力量的 悬疑谣言出现 刘信夫人的家人 也曾求助 宗教寻求解答 家人烦恼 警方悬着一颗心 再一次重新检视 有什么合理解释 安全地区因为没有监视器 这个死角 那唯一有可能就是说 它会不会闪那个出入口的那个 故意闪那个监视器 躲避镜头 监视器当时有13支 在十几年前有13支 现在已经在各个角落都装满了 所以它还有很多的死角 其实是没有办法被造到的 那出入口还有另外一个 除了正门口进去的守卫室 要经过守卫室这个之外 它还有一个专门就是车子在走的 地下道的车子在走 那必须要靠油控器 那还有一个就是除了电梯之外 它还有一个楼梯 所以这个都是死角 从楼梯然后到地下室 然后到出口 这个都是有死角 你有心要规避的话 也不是说不可能 可是如果它规避 为什么它要规避呢 它有什么理由要规避呢 它有可能躲着你吗 有什么困扰吗 财务上有缺钱还是说 财务上也不说没缺钱 它有什么困扰 是说过不去 怎么人都不去 对 要可能就放三个 两个银子就走了 没有必要说去逃避 如果说刻意要夺 那只有说 他想离开这个家庭 他因为对他先生的这个状况 他可能有所失望 或者情绪性的一个反应 应该这个情况会比较大 如果因为夫妻感情不目 或许可以申请离婚 若是刻意要躲避 可能会想办法要销声匿迹藏起来 为什么大老远跑到离家 八公里外的大楼 留下机车 人却不见了 况且只有母女上楼身影 没有下楼影像 不是会更引人注意吗 好矛盾的是 该如何解释 这个妈妈 为什么要带着女儿 到了这栋大楼 在整个过程当中 感觉是完全出自于妈妈的自由意志 当年的承办员警署 他们干了三十多年的警察 真的没有碰过这么诡异的案件 假设母女俩处心 还有健保就医资料 甚至女儿四岁时不见 五年后九岁了 也该就学的相关资料 全都查了一轮 依然没有结果 我们总是要在社会生活 所以一定有劳健保的一些 保法医疗的记录 就学的资料等等这些 所以这样的话 如果说这样的话 他等于在这个 如果没有这些基因 我们派的话 会在这个社会申请 那问题是他到现在 在社会上 他的所有的 就学就医的资料 也都没有 所以这个 这真的怪 只有一个派行方 所以你三十几年的办案 没有例子 对没有例子 第一次看到这种 怪有异的这个案件 张华这对母女走出电梯之后 离奇消失了 至今依旧下路不明 这起案件也被网友列为是 台湾十大悬疑案件 十几年来有消息 我可以搭悬 对啊 大家过来要搭悬 我不是总统的 什么人要搭悬 对吗 我白兵兵 十几年而已 都需要去悬悬 我不是你教委的 什么人 不是妈咬的什么人 我找了 老娘怎么不负责回来 没有 没有 我们还是耿耿于怀 就是说很遗憾的 我在原理分局 八年的副分局长任内 没有办法把这件案子 能够做一个了结或是结案 而且又是全国主任的 舆论的案件 所以我们绝对是很重视 而且很延续的情查 可是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也是抓不到头绪 到目前为止还是 还是觉得很质疑 很遗憾 这个案子到今天为止 仍旧是一个名 是一个名 感谢您收看今年的台湾喜事录 我说梅翔 我们下回 这位置是可以了 等到今天 那 有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